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Steve说 本期节目是我和几位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之间的对话 我们讨论了一个平日生活中不经常聊到的话题 就是人的攻击性 大家之所以比较避讳这个话题 一方面是因为它涉及到了人性深处的一些很隐秘的情绪 另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传统 其实对这个部分向来都是比较批判 而且是一种比较一刀切的去排斥它的 但是不去谈论不代表问题就不存在 更不代表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能够知道要怎么处理 相反对一个问题越是生疏 那么当它来临的时候 你就越容易被它打个措手不及 所以这一次的对话 我们就希望就这个问题展开比较详细和多维度的思考 不过节目开始之前 我想先向大家推荐一下 赞助了本次节目的品牌方 小雨伞保险经济 小雨伞是一个简单透明高性价比的互联网保险严选平台 它集合了不同保险公司的优势产品 为每一个用户独家定制高性价比 保障范围广的保险计划 我年轻一点的时候 对于买保险这件事情是不太能理解的 从很感性的角度 我觉得买保险就好像是某种不吉利的期待 既然不希望坏事发生 那为什么要去考虑发生之后的事情呢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就和我们对于攻击性的态度一样 真正合理的姿态是直面生活的风险 了解自己有哪些选择 可以提前做哪些预案 这样当有一天问题真正来临的时候 你才能更有充分的准备 而且出于现实层面的考量 人在更年轻的时候 买保险是一种非常值得的投资 一是因为这个阶段买 价格更便宜 该有的保障也会更全 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难免也会被检查出一些小问题 这个时候再去买 其实会多出很多限制 有的保险性价比比较高 但是没法带病投保 那就很不划算了 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 也很难以一己之力 去抵御掉所有的风险 所以站在对自己的生活负责的角度 带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话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考虑一下 在自己的经济能力范围之内 配置一些保险计划 可是保险这个事 乍一看其实是有点复杂的 如果你之前不了解 又没有靠谱的人介绍和指点的话 其实很容易在复杂的产品介绍 还有繁琐的条款当中昏头转向 而小预算保险的一对一咨询服务 刚好就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的保险顾问会非常耐心的 跟你科普相关的各种知识 在了解了你的财务 职业 家庭关系等情况之后 也会根据你的需求 推荐更合适你的专属保险方案 如果你已经买了保险 他们还可以帮助你检测 当前的保单值不值 有没有更好的替代产品 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 如果遇到理赔 小预算也会全程协助你完成理赔手续 充分绑着你的权益 我自己也体验过小预算的顾问服务 他们会非常实事求是的 介绍各家的产品特点 尤其是不同的产品和你个人情况的适配度 我关于保险的很多疑问 都得到了很好的解答 小预算的一对一咨询服务 原价是68元 我们就以一分钱几乎免费的价格推荐给大家 另外这个服务没有任何的套路 也不会强买强卖 哪怕只是想学习了解 保险相关的一些信息跟知识 也是很好的机会 大家如果想要预约的话 可以在本期节目的简介 或者是置顶评论里面 找到相应的预约链接 另外小预算还为女性听众们 准备了一份保额1万元的 女性高发癌症保障 包括乳腺癌 宫颈癌等7种 女性特定癌症 确诊计赔 关注公众号小预伞 回复史蒂夫说 就可以免费领取这个福利 以上就是有关小预伞的推荐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节目 欢迎收听Steve说 和我一起拓展意识边界 好超级游戏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梁毅 那今天呢就厉害了 我们又请到了一组很强 我觉得非常强的嘉宾阵容 来讨论我们今天这个关于攻击性的话题 我们先让不同的嘉宾跟大家打打招呼吧 分别有Steve 婷婷 还有Jazz Hello大家好 我是史蒂夫说的主播Steve 然后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 我跟梁毅 我们老朋友了 串了N多词台了 如果现在你还不认识我的话 那说明你听梁毅的节目听得不够多 Hello大家好 我叫韦婷婷 然后我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心理咨询师 我也跟在座的几位都有不同的机缘 有的是老朋友 有的是新朋友 然后很高兴能来这次做嘉宾跟几位 我很就是熟悉也follow的这个主播 一起录节目 Hello我是Jazz靖书 我的播客叫修齿play 我有很多的身份 最近我很喜欢的一个叫小黄文作家 然后对被咨询耽误了 但当然我也还是做咨询了 然后也写 对写专栏做播客 那我是梁毅啦 也跟另外两个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我是一个非暴力沟通的教育工作者 跟亲密关系的教育工作者 那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 就是嘉宾的阵容跟光谱 其实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聊这期的话题 就是攻击性的话题 我们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的 当然我们不是一群有恩是练武术的这里面 也有体育方面的达人 但是我们基本上会在心理的角度 跟社会建构的角度来谈这次的话题 那所以这次里面有非暴力沟通的工作者 有心理咨询师 有女性主义的心理咨询师 然后也有修持play 各种play 刚好给我们这个光谱 有男性有女性 这样子来去谈这个话题 我觉得蛮期待的 我自己也期待了很久 刚好 我说说这个话题的起源吧 因为毕竟是我发起跟召集的嘛 就是在我的社群里面呢 就有一位非暴力沟通的学习者吧 然后他就提到了一个话题 就是说自己从小呢 是生活在一个环境 或者说受到一种规训 就是不能去冒犯别人 不能去攻击别人 所以自己一直以来 是一个比较乖顺的状态 但是越成长了 就发现这个乖顺的状态很压抑 所以呢 近几年来自己呢 就发现有一些攻击性的释放的过程 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力量感 甚至他最后有一句说法 就触动到了我了 他就说 攻击性就像我的生命 我如果没有攻击性的话 我觉得我的生命就会毁灭 那我一方面觉得很触动啊 就是说 原来攻击性在他的生命里面是 这么富有启发性跟 就很替他高兴跟庆祝一方面 但同时也会 有一丢丢的担心 就是说 大众是怎么理解 现在是怎么理解这个攻击性的 因为攻击性也可能附带来伤害 也可能有人会受到伤害 那反观我们这几年的心理学界 就是说对于个人解放上 其实是蛮支持的 所以就有一波这个对于攻击性的支持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定的张力嘛 所以我就会想 召集一些朋友来 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就是这里面 也发现 突然间发现 就是中文的 媒体跟领域里面 好像很少有专门去讨论 攻击性这个话题 所以我觉得是特别有 有机会 能让我们好好的去谈一谈 攻击性这个话题 好像我们只有这两个极端 对吧 要么就是禁止攻击 要么就可以尽情的攻击 那这个两集之间 我们是有大量的空间 可以让我们去聊一聊这样子 然后也附带一个 当时我想的时候想到的问题 我也觉得很有意思想提出来 就是如果我们都在支持 攻击性的表达 那我们愿意被攻击吗 这一说起来就 好像马上有一种 另外的不同的感觉 对吧 对攻击性就瞬间 谁愿意被攻击呢 那所以我不知道 我就是从这个起源 开始把它带进这个话题里面 当我在说这些的时候 你们会想到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是视频连线 所以我有一个提议 就是大家谁发言 就举个手就示意一下 然后这样我们说话 比较有顺序好吗 那我其实想先问就是 你刚才提到你的那个学员 他说他发现了这个 攻击性生命 他这个过程有跟你讲吗 我其实挺好奇 他是怎么从以前那种状态 到现在很有生命力的 他有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让他经历了这个转变 他具体没有讲 但是我有一个猜测 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标签 是他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所以我才跟他接触女权 跟女性主义有关系 这个解放的过程 有人想说了 我在想我们今天是不是先 界定一下 因为你说到要么是压抑 要么是放肆嘛 但是其实中间 其实还是有很多光谱的 我们可以去看 相对健康的攻击性 和毁灭性的攻击性 或伤害性的攻击性 当然这个光谱也不是这样二分的 这是我们暂时的这样 先去界定一下 我想到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我有小孩 我小孩现在刚好两岁半 两岁半是一个 就大家众所周知的 Terrible Two 就熊孩子就很野的那个阶段 他的攻击性就是 非常的原始的 他就既会呈现出健康的 也会呈现出不健康的一面 就比如说健康的是呢 我先说不健康的吧 不健康的当然就是 走到游乐场 他去推其他的小孩 直接就是动不动 就给人家一巴掌 然后或者是 真的就是那种把人家抓哭 就毫无理由的 但其实说毫无理由也不是 因为这种突然爆发的攻击性 往往都还有根源 而且是很 就是很最近的 recent的根源 就是比如说那几天 我和他爸吵架 或者是那几天 我跟他 我太忙了 没有跟他太多的互动 他那几天攻击别人的 那个恶性攻击 我们说就是直接去 无理由的去打别人的 那种情况就会变多 那个是一种 然后另一种 攻击性 我觉得是一种健康的 就是他很会为自己 声张边界 不管是这个年龄 特别喜欢说的no 还是说他走到 游乐场如果有小孩 比如说把东西 撒到到处都是 他会跑过去像大人一样 这样子 跟人说no 这样不行 他会这样说 然后包括 有人无意间碰到他的时候 他会像一个小狮子一样 就是一个五岁的小孩 把他一个两岁的小孩 不小心撞了一下 他就特别生气地跟人家说 不要这样 就是他会那种 他那个愤怒 我其实是很为他骄傲的 所以我以这两个例子 来作为我们的一个 就起个头吧 我刚才听你们说的时候 我也陷入深思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看 我们用的语言是攻击性 对吧 但是你们会不会觉得 其实攻击性这个词 本身是有点旁观者视角 在描述 就是我们看到 攻击性的结果 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 做了某一种 比较可能是伤害性的 或者有点冒犯性的行为 我们会把它界定为攻击 所以我不知道这里面 是否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说攻击性的时候 是站在旁观者视角 但是对于这个人 当事人来说 他自己到底想干嘛 他的本身的意图 是不是攻击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用攻击性去描述 其实就先预设了他的意图 但是那个打引号攻击者 他自己想干嘛 其实这个 就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会在这个语言当中 去被忽视掉的 我觉得Steve提出来 这个定义的问题特别好 就是我也发现 有语言性的攻击性 跟肢体性的攻击性里面 我先随便这样命名 就有很大不同的想象 我举个例子 比如在体育运动里面 我喜欢打篮球 教练跟我说 或者我自己跟我说 我要打得有攻击性一点 这是这种含义的意思 就是说 比如说我要多一点 肢体碰撞 不要随便让别人吃掉我 随便进球 要主动跑位 就这种进取性的意思 会占主要的部分 但是如果我们去到了 另一个场景里面 就比如在一个互联网的过程里面 说我被别人攻击了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我也以一个主体的角度 去讲攻击或者被攻击 更多的可能是讲被攻击 现在在某种场景里面 那个意思可能就 其实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就除了把自己摆在了 一个受害者的位置里面 其实我没有得到更多的信息 到底对方语言做了什么 就比如最近我有一次 在我的群里面 我跟一个人说 请你不要继续说这个话题了 然后他也会说 群主在攻击我 群主在孤立我 这样子 就他变成了另外一个 可以去定义的东西 但我说这些 也不知道怎么说回来 但就是让大家看到说 这个攻击性 从一个最物理意义上的 我推你一把 打你一把 到在我们语言的世界里面 去可以做任意的界定 别人这样做 就是攻击了我 之间是有一个光谱的 你刚才说 那个打球 那个也让我想到 因为我骑摩托车嘛 然后在摩托车里面 其实也有这样一个区分 就是有比较进攻 就是aggressive 就是aggressive riding 和defensive riding 就是比较进攻性的骑行 和比较防御性的这种骑行 比较进攻性骑行 简单就是你各种抢到 各种加三 然后这个 可能是 是一种比较猛的 甚至比较莽撞的一种骑法 防御性的骑法 其实就是你骑得很稳 你不跟任何人抢到 你让着所有的人 所以好像进攻和攻击性的 另一面似乎是谦让 似乎是更多考虑别人 而攻击的时候 似乎更多是考虑我自己 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分 就是如果我们脱离 像你刚才说的语言 或者物理上的动作来说 如果从一个人主观的动机上来讲的话 它是不是涉及到一个 我和他人之间的一种平衡 什么时候 我在多大程度上考虑我自己要什么 我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别人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这个当中是需要去一个平衡 但是好像当我说到 比如说很严重的攻击 那就是我完全不考虑你 我只考虑我自己 然后所以比如说你的那个学员 他说他没有生命力 可能没有生命力 就是因为他完全只考虑别人 而不考虑他自己 刚才良一讲到这个学员的时候 我当时大脑的第一反应 应该是个女学员吧 然后你就讲到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我就意识到我听完你那段描述 因为刚才我这有点噪音耽误 就我听完你那段描述 我其实感觉到他表达的可能不一定是攻击性 就回应Steve说的问题 我其实听到的 他可能想表达的是他的愤怒 就是那个被压抑的 也许因为我自己在临床里面 是接蛮多女性的来访 我其实会感觉到女性蛮多的一个议题 就是我们从小习惯被教育 我们要去照顾别人 别人的情绪 别人的感受 也有一个情绪价值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女性总是会被更多期待 去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个人 所以有可能自己的情绪 和自己的感受就会被压抑了 那在我听到你说那个学员的故事里 我的猜想和想象的一种可能 可能就是他过多的被压抑了 很多的这个情绪感受 以及他想往外表达了那种 所谓的攻击性 或者说某一种更强势的 对外表达的能量 从而就是引发了刚才说 那个议题关于攻击性 对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然后在这里 其实我是很支持他的攻击性 同时我觉得做一个区分就好了 就是把攻击性跟伤害性去分开 因为有时候当我们谈攻击性的时候 我们会就是压着 或者说觉得那不对 那是因为我觉得当且仅当 这个攻击是有伤害到别人的时候 那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而有一些攻击性 它是可以不具有伤害性的 而这个我觉得这个区分蛮重要 对 比如说我愤怒 我能不能这么说 好像伤害性算是攻击性当中的 一个子分类 就是你要去攻击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伤害别人的方式 去实现这种攻击性 对 对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伤害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 或者说在你用某种特定的形式的时候 才会造成的结果 但是不是所有的攻击 都是用伤害的形式 以及会带来伤害的结果 这个是可以去区分的 那我来把这个问题更复杂化一点 讲一些更edgy的东西 就是因为杨丽刚才提到的 有的攻击性是有伤害的 我们有的是没有的 我想到在一本 应该婷婷也看过 就叫与狼共奔的女人 它是一本关于女性 野女人形象 那样一个圆形的觉醒的一本书 里面就讲到狼 狼它在冬天过冬的时候 它会 可能会饿一整个冬天 它没有吃的 然后很匮乏 就像是我们攻击性被压抑的 那个漫长的 好女孩的寒冬 然后当它春天一开春 有的吃了之后 它会 大开杀戒 就是它不仅要吃到 它够吃的那一部分 它还要 刻意地去杀几个小兔子 但那之后呢 它又不会了 之后就整个 整个一年直到冬天 它可能都是 吃多少杀多少 所以我在想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隐喻 就是它是一个 我们不能够很简单地去说 我们要只做好的 攻击性的那一边 做一些 比如说我们身上边界 健康的愤怒 然后通过一些 不伤人的方式去表达 那样当然好 但是我们是活在一个 有点像是 野狼在复苏的春天的 那样一个社会里面 很多东西是复杂的 是在那个 跨在边界上的 然后有时候 当一个女孩 像你的那个学员 那样的女孩 和很多的女孩 或者男孩 从一个好人 喜欢讨好的人 复苏的那个瞬间 他还不知道 怎么拿捏自己 攻击性的 或愤怒的程度的时候 就是会有误伤的 在这个意义上 一个人 甚至都可以 我们甚至都可以 把它看成是 像一个现象 就是我很喜欢 Kasha说的一句话叫 You are an event 就是你是一个事件 你就像是 像风暴 你像是雷 你像是海啸一样 你可能 你做的事情 是有casualty 就是有损伤的 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会要 尽可能的去避免 当然损伤了之后 要去弥合 但是我觉得 我们不能 完全去妄想 或奢望一种 没有损伤的攻击性 嗯 我觉得我们现在 这个setting就很有意思 哦 sorry 我现在在抢 我现在就在抢 我就在攻击 我们现在的格局 就是这样的局面 就是恰恰回应了 Jess刚才所说的 如果我采取 太防御的姿态 一直下去 可能我要说的东西 就会被吞掉 或者是被其他 来来来 可以的 都可以 因为毕竟是 这个网络连线 这很正常 对 大家听众们别介意就行 对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录制 其实也等于 在反映这个主题 就是这一部分 或者说一部分 就是就像Jess刚才所说的 是啊 我可能抢 跟别人同时 发出几个声音 这就是误伤 如果我们把伤害 那个敏感度 调得很高很高的话 那与之相对应的就是 我有灵感想说的东西 但是我摁住自己了 先让别人 但是可能已经 不知道拐到哪里去了 所以它也发生在 哪怕在我们 目前的录制里面的 这个场域里面 这种关系里面 哪怕我们是 很好的朋友了 但很有意思的事情是 恰恰很好的朋友 这个攻击的预值 这个承受的预值 好像就能够提高 对吗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 恰恰是很好的朋友 反而那个攻击性 越容易出来 其实我举个例子 就像亲密关系里 我自己的经验里 我会发现 我的在亲密关系里 我的那个攻击性 反而有时候更容易出来 因为其实这个关系 是你某一种程度上 更信任的关系 你不需要在社会里 比如说扮演一个咨询师 扮演一个 就被人喜欢的人 所以在那个地方 好像我们的谦让 尤其是中国人 那个谦让 从众 跟随的东西 会更多一点 当然Jazz刚才讲到 那个狼的隐喻 也让我想到 女性主义者的 就有一个研究 她在讲 女性主义者的 自我认同的几个阶段 其中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第一个阶段 是有点困惑 有点很多的迷茫 就刚接触这个概念 第二个部分 它其实有一个部分 是愤怒的阶段 就是当你开始 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 你开始意识到 周围有这么多的不公平 其实还是有 蛮多的那个愤怒的阶段 再后来 第三第四个阶段 才逐渐到了一个 比如说偏整合的阶段 就既整合又有力的阶段 我就想到了你那个狼的比喻 我觉得 还有蛮多相似的地方在这里 话说刚刚梁亦 你抢的那一下 我觉得我们一个场子 一下子就热起来了 就有 就是真的生命力 一下子就起来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这种感觉 就开始起哄了是吗 来来来 刚才我被梁亦 抢到的部分 我再重新补充一下 你被攻击了吗 没有 其实也是回应 刚才介绍说那个 我觉得很有趣的这个比喻 因为我听到这个 我第一反应是 我其实还挺好奇 在可能生物研究的层面 是否有去解释这个机制 为什么这个狼 他饿了之后 他吃饱的同时 他还会再额外地攻击 一些小动物 我的一种猜测 就非常非常不靠谱的猜测 我觉得可能 他的生理上 他的激素的分泌 他的神经系统的调节 导致了他的那个弓镜 在那个时候是过于旺盛的 然后过于旺盛的调节 因为你知道生理条件 他都是有一个 就他很缓慢 所以当他吃饱了之后 吃饱的那个信号 可能先来 但是可以停止攻击的 那个信号可能是后来 我觉得这个地方 很妙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于 我觉得对攻击的 动物性的比喻 或者说这种描述 我觉得恰恰 跟人也很相关 因为我们会假设 人类是理性完美 可以随时掌控自己行为的 这样一个完美的生物 但事实是 我们完全不是 所以包括刚才婷婷也讲到 在亲密关系会有攻击性 我恰恰觉得 这个似乎是一个 更符合人的生命体验的 一个现象 就是当我们产生攻击性的时候 很多时候 那个攻击性 那一刻来了之后 它后面会有一个 很长的一个后摆 就是说有一个 像是一个余温 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你没有办法说 我意识到我要攻击 我马上停下来 我可能依然心胸中 是充满愤怒的 我的肌肉依然是紧绷的 我这个时候依然想 一拳砸你脸上 或者一耳光扇你脸上 然后我其实没有办法 就是很干净 很非黑即白 很完美的 把攻击性打开 关上 打开关上 所以这就意味着 在人与人的那个互动里面 其实 大家展现攻击性 可能重点还不是 攻击性开启的那一面 而是开启了之后 我们发生的事情 对 我要挑战一下这个说法 当然也可以是 可能是延伸跟补充 似乎已经怎么看 因为我联想 我联想到的事情是 这个攻击性的爆发的过程 是不是可以在 至少在我们人类的领域里面 是被训练跟教导过的 什么意思 我举个例子 比如你想象一下 一个小孩子 他从小被允许 在一个练舞的地方 去跟别人对打 但是是戴上拳套的 又或者是他被允许 在篮球场 在足球场上面 跟别人推赏 他是被允许的 而如果你推到 真的犯规了 伤害到别人了的话 裁判会吹停比赛 对吧 会给你相应的黄牌 或者是相应的吹法 吹到午饭 你就要离场了 也就是说 我是很关心体育运动 在这个过程中的 带来的真正意义上的 规则的部分 以及也是 同时是一个隐喻的部分 就是人类的攻击性 是可以被安全的 释放的这个过程 是怎么被 可以培养出来的 我非常关注这一点 因为哪怕是一个 没有裁判的球场 里面 比如说 球员之间 是可以喷垃圾化的 喷垃圾化一般被认为 是一个很暴力的事情 对吧 攻击性的事情 甚至是主动去挑衅 对方的事情 可是 恰恰是因为是在篮球场 大家就默认说 你再喷多的垃圾化 我也可以用 表现来去回应 就我可以打球 我不是打人 就你平时在 如果你在学校 或者是在一个 一个公共空间里面 你对别人喷垃圾化 你挑衅以后 可能换来的是 双方的殴打 对吧 就变成流血的事件 变伤害性的事件 可是在体育运动里面 你喷垃圾化 我觉得为什么是 安全的攻击性 健康的攻击性 因为我可以用 运动来去作为回应 我可以打赢你 在你头上取分 或者是把你干下去 对吧 赢掉这一局 来作为我的回应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安全的训练 我们攻击性的过程 这跟动物很不同的 但是又极具潜力的一点 那如果从 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讲 就是 那女性有没有平等的 从小受到这样的机会 允许在一个场域里面 去打拳 真的是boxing 像你太队 那样玩的 以及打篮球 踢足球 这样的 就是男孩子 为什么会更多的 释放攻击性 是不是也是因为 更安全的 曾经在这些场域里面 获得过机会 去 我推过别人的男孩子 或者我踢过别的男孩子 的同时 我如果踢过分了 我会被缺乏 于是我就训练出边界 训练出尺度 训练出 我不会伤害到别人 我释放了 也不会真的伤害别人 到哪里去的这个过程 而不会变成是说 我一份路 我一旦不控制了 我一拳出去 就真的是一拳 大家明白我意思吗 对 你说这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 你觉得会不会 这个安全的和不完全的释放 其实是和规则有关系 因为你提到 比如说打球 或包括很多体育运动 有那个trash talk 对吧 那个喷垃圾化的那个过程 那样的环境 那样的行为是OK的 我理解似乎是因为 大家进入这个游戏的时候 就已经期待 它这是游戏的一部分了 就是这个部分 是大家共识的 是有一个 哪怕没有明文规定 但是我们有一个 潜意识上面 大家的一种共识 这是游戏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你做的事情 不是游戏的一部分的时候 可能它就是一个 不那么安全的表达 像你说的 球场里面随便喷 球场外面 对吧 你去喷别人肯定会被揍 那 这个其实就是 我想带出来的一点 就是规则 你提到非常非常好规则 我觉得 我观察到 女性也好 其实包括男性也好 在一个高度权力的结构里面 为什么会丧失攻击性 或者说压抑自己的攻击性 跟在这个结构里面的规则 完全崩坏了 是有关系的 就比如说 我观察到一个青年老师 他在一个学校 就是体制内的环境里面 他大一点点的领导 他一具自己的需求都不敢说 他已经很委屈很委屈很委屈了 但是他不敢说 为什么 是因为他觉得他的领导 可能会报复他 给他穿小鞋 这种类似的想象 但是这个不仅是他的想象 因为真的也可能这样发生 而这种穿小鞋也好 对你背后不知道 用什么方式来报复你也好 它是不成文的 它是没有给出现在这个游戏里面 把它变成游戏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如果在这个游戏里面 我做了什么 然后你会如何对待 我的这个部分是清晰的 我觉得攻击是更容易被释放出来 但是如果你说在一个结构里面 我攻击完以后 哇天哪 这个人可能不知道怎么去搞我的话 我就可能会压抑自己 我的一个感觉和观察是 我们的这个社会 其实不太 尤其是中国人的社会 我们其实没有太被教育 如何表达攻击性 但是比如说 你说那个规则 它肯定有的 比如说性别的规范 小孩 男孩可能会更鼓励 更外向 更打架 更怎么样 女孩可能更鼓励要去 比如说我小时候玩的 就是洋娃娃 你就可以知道 这完全不是一个 培养你的对外的 这个就是好的一个游戏 对吧 所以 但是我感觉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它更多的是 它有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 性别的规范 但是它并没有教我们 就像刚才Jess讲的 她的小孩 我们推完别人之后 我们怎么再回去和解 或者我们能不能推别人 我们可能更好 更多的教育是不能 不应该 或者还有另一种类型 就是你就去打 就有一些大人 真的是会这么教的 有人打 你就给我打回去 不要再管 就是我们好像没有学习到 那个我们如何复盘 我们怎么道歉 say sorry 然后我们怎么再回应 然后再珍惜这个关系 至少我在我自己养育的过程中 我也会发现 大人其实他没有机会 去教我们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怎么去表达 我们的委屈不满 就是其实我们不太有一个情绪和情感的 这个部分的教育 至少我跟我的家人是很少聊情感的 甚至我们家庭里爆发一些矛盾 我们可能更多的也是回避 用中国式的方式来解决 我下次请你吃个饭 好像这个事就在 尽在不言中 就以某一种 大家你不说我不说 但是好像有隐隐约解决的方式来 来去完成了它 我感觉好像 我跟良益有点不一样的观点 甚至也算是挑战你的观点 是我不认为我们现在有这个所谓的规则 那规则更多的是模糊的 隐晦的 不去表达的一种规则 尤其对女性而言 我们可能更被压抑了那种 可以对外释放的那个 你叫她能量也好 你叫她攻击性也好 或者你叫她愤怒也好 或者强势 对吧 就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是更 某种层面上更被压制 我倒很赞 来来来等一下 我要强化 不是强化 就是谁提的规则要举手 然后你们仨都不举手 然后我每次举手 我说不成 印证了这个规则 有存在又不存在 对吧 来 或者我们现在就是要么 就不再举手了 谁抢到谁说 我刚才是看到他们没有再举 继续接 所以我就以为 那个就是可以直接这么说了 所以 然后我看到两位男士一直在说 我就开始要 你知道 就开始表达女性的声音 我觉得给你们松绑比较好 大家都不举 就直接说吧 对吧 松绑比较好 我接着听的那个话 我觉得我很认同 因为我真的有听过一些学员 其实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他们都曾经给我分享过一些案例 就是当他们真的愿意跟父母 爆发一次的时候 好像反而打破了很多他们在跟父母 原生家庭相处过程中的很多 忍耐或者是压抑 就是那个压抑好像就是透过那种 爆发突破原来的僵局来去实现的 好像真的就是这样 对 而且其实在我们说到中国式的家庭 很多的女性长辈或者男性长辈也有 就是他们说他们从来不生气 他们也确实不生气 但是他们的生气就会化为无穷无尽的委屈和怨气 然后那个怨气有时候是以那种很隐隐的方式 就比如说我的婆婆她会是那种 她眼睛瞪你 她一瞪你你就知道 她其实在表达你这儿也没做好 那儿也没做好 或者是她会压很久 然后突然有一天真的爆发出来 她会开始翻旧账 然后所有的之前的每一件 她一开始说没事的事情全都有事 然后你那个时候就会很 你会够委屈 就是你那个时候有事 你为啥不说呀 你那个时候说了 我那个时候还能改 你之后 你当时不说 你之后又来说 我都连弥补的机会都没有了 是 我就想去 就人家讲了刻板印象里的女性的 那个所谓的唠叨嘛 或者叨念 其实她就是刚才杰斯讲了 隐约的在表达 其实之前有哪哪哪你做的不好 但是她又不是很直接的一种 表达的方式 对 所以话说回到梁毅最开始那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是接受攻击性的那一方 梁毅刚才用了一个泛泛的说 我们谁 大概意思就是谁都不喜欢这样子 但我要作为一个 BDSM休止play的代表来发言了 就是 我可喜欢这种事情了 就是谁要把攻击性发在我身上 对我来说是一种超级刺激亲密 然后也能够 就是我相信她是生命力 哪怕有的生命力 她像是原子弹像是雷电一样 她有爆发性 有一点伤害性 但哪怕是那样我都还会很喜欢 然后尤其是相比于 如果你一直压抑 然后两个人之间的互动 一直非常的平 然后没有任何的波兰 没有任何的交错 我宁愿接受一个人的攻击性 而且我会相信那是她相信信任 我想跟我靠近的一个表现 所以对 你们就说到这 我觉得Juice可以多说一点 对 我很好奇 那你会怎么任何场所 场合都可以吗 还是说在特定的 这种情境 没有当然底线是我自己人生是安全的 比如说一个超级凶神恶煞的 然后我不认识的陌生 大大标行大汉 我可能就不太敢 但是我说的是人 就是人进互动嘛 就基本上是 比如说朋友啊 亲人啊 或者稍微远一点的朋友啊 就是一旦他开始给我生气的时候 我会有一种 莫名的兴奋上来 就是哇 这个又靠近我了 就这种感觉 但这个是你本身 就是你就耗这口嘛 就这个东西是一个习得的 还是说是一个 对 我也是一个人类样本 因为我刚好跟你相反 我是 在更早的经验里 我是害怕冲突的 我觉得我是最近几年 不管是咨询 还是我的个人成长 我会觉得 我可以接纳很多的愤怒的表达 和生气的表达 先听听你讲你的那个 没有我可能也 我还真不知道是天生的 还是习得的 但 对 我是觉得 任何的攻击性 不管是大的小的 破坏性的 底层都是有情欲在的 就是有一种 erotic energy 我们的情欲不是说 就是狭义上的性的那个 那个东西 而是 就是一个人 他爆发出来的那个 平时我们社会里面 看不见的 就像是他在某个意义上 脱了衣服一样 你不觉得 这样 能够了解到一个人 很好吗 然后包括可能也 也有一定的 就我没有诊断是ADHD啊 我经常把ADHD 当形容词 用在自己身上 像很多有ADHD特质的人 其实他会对于无聊 就两个人关系的平淡和无聊很敏感 然后一旦无聊到一个 就程度的时候 他们会希望 要么是自己 搞点幼儿子出来 要么是希望别人 来点愤怒给你 然后就刺激了 就是也有这个面向吧 所以好像公平对你来说 他当中包含了一个那种 比较真实的表达 好像在那一刻你 跟真实的看见这个人 而这个对你来说 对一个ADHD的人来说 是一种不无聊的 或者说是带来愉悦感的 这种感觉 我觉得不只是真实 而且是有色彩 有味道的真实 就是他还不只是说 因为你表达脆弱 也是一种真实嘛 但是公鸡和脆弱 它是两种不同味道的食材 对吧 然后你吃到的公鸡 就像是人家给了 为了你口脑干吗 我在这个里面 是听到有转化的 就是Jazz不是赵丹权 收了那个攻击信 而是他看到了 那个攻击信 就像是一个外在的形式 它的底层 它的背后 是有一个更健康的 生命原动力 你是连接到了 它背后的 那个生命原动力 就是你不是 所谓的被人家打雷拳 或者扇了一巴掌 而是在那个的背后 你去看到了那个人 内心更鲜活的部分 然后你跟那个部分 去连接上 所以你产生了亲密感 或者是产生了 因为这个东西 有那个肺包力沟洞的结构嘛 我觉得等于这样去拆解 是的 这是的确是人类的潜能之一 它可以是先天 也可以是后天去培养 就是当我们去看待一个攻击行为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为一个人类的正常的行为的时候 那么它有非常大的一种可能性是 它可能只是搞不清楚自己要怎么表达那份情感 或者是用什么方式来传递它 于是变成了一个外在的有点像攻击性的行为 但不管怎么说 比起它闷在心里面 要好多了 就先释放出来 然后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 有能力做这个容器 或者有能力做这个倾听者 倾听到他这个行为背后的那个人 他的诉求也好 他的需求也好 或者是他的那种柔软的部分 那我们就连接上了嘛 这就会变成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深度的交流 于是就产生亲密 是这样理解 你们说的时候我还有一种那个 不是有一个angry sex的这个说法吗 就是 然后Jazz讲了 其实我听到他其实好像也在讲 这个攻击背后带着很强的能量啊 渴望啊 就是好像真的一个人通过一个很剧烈的方式在表达 我可能有很多的渴望 或者我有很多的这种 就是因为我们从咨询的角度 我们其实会看到 比如说表达愤怒或者攻击的人 背后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脆弱啊 欲望啊 或者是那些失落啊 渴望的部分是没有被满足的 所以他需要通过 就像小孩一样嘛 很生气的砸东西啊 或者是什么来去表达他的这个需求 我觉得讲到这个部分 他好像也是我们人性里 我听起来蛮生动啊 蛮生动活泼的那个部分 刚才Jazz说 我有个问题问Jazz 就是你刚才说到这种 你对这个攻击的表达会有喜欢跟兴奋 你觉得这个当中是否包含这么样一个转化的过程 因为当它变成了是BDSM里面的一个部分 它相当于是你赋予了它一个 有点情欲化的一层理解 然后因为我在想的是 其实攻击性本身 包括这个词我其实不是 我每次说到这个词我都有点不舒服 因为它其实当中包含了一点道德压力 就是攻击是一个错误的事情 但是当你把它变成了是一种羞耻 对吧 是SM里面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你就把它情欲化了 当你情欲化它 是不是它其实能帮助你把这个 攻击性所带有的那种道德评判给卸下来 从而你就能越过这个标签去谈它背后到底是什么 我感觉好像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对说的好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对自己内心的那种 你不知道怎么handle它很大 就overwhelm到你的那种攻击性 还是别人来的 如果你把它情欲化 就有点像是你愿意跟一个人做爱 那它一定就不差对吧 然后那如果你愿意跟某一种攻击性 广义上的做爱的话 那你至少是一个敞开的接受的 调情的爱好奇的 就是那样一个磨合的过程 然后确实是有软化的作用 因为就是说到这个攻击性 我就老觉得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那种道德上的那种压力 就一说到攻击性的 你有好词吗你有别的词吗 这就是这 我很同意刚才听你讲的 就是在咨询当中很多来访表达攻击性的时候 包括他们对自己的攻击性表达感到愧疚的时候 我都会说太棒了 你终于让我知道你到底在乎什么了 所以就好像是攻击性的背后 似乎是对你来说 你在乎什么 你需要什么 其实是需求的表达 所以可能对于Jazz来说 他才会觉得那个很刺激 因为看到对方欲求不满 或者是很欲望很旺盛的那种感觉 对吧 才会让你兴奋吗 我突然间发现 我突然间发现我们刚才在谈的攻击性 是在谈一种转折性的攻击性 或者说是 unormal的意义上的攻击性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它区别于什么 它区别于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攻击 频繁的攻击 经常性的攻击 就是当 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就会看到说 攻击性如果作为不同于日常这种 就是平缓的甚至是内敛的内收性的时候 它会可以产生很好的一种连接性的效果 就是等于我日常都不表达的 或者说我日常的表达你都听不进去 但是透过这一个爆发式的东西 突然间让你跟我的距离 拉到了一个平等的地位的同时 你又愿意去听 就我听过非常非常多这样的案例 就是不管是夫妻吵架也好 还是跟父母吵架也好 就平时说什么听不进去 直到那次摔了杯子 或是直到那次真的掀了一次桌 物理上的掀桌 哗啦一下的 然后父母愣住了 愣住了以后会开始听他讲 就意识到这次跟以前的每一次 都不是同一个自己原来的那个理解 就真的开始听进去 不一定是父母 反过来也有可能 父母爆发 然后子女倾听 或者是丈夫爆发妻子倾听 妻子爆发丈夫倾听 所以我在想的事情是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攻击性 好像都包含这种类型 我理解是因为攻击性其实是 怎么说 比如在两个人的关系里 你有你的需要 我有我的需要 然后呢 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 有些时候我们能看见 更多是看见自己 有些时候看见更多看见别人 所以当这个需求 两个人的需求 之间产生失衡的时候 比如说在一个关系里 总是你顺着我 而我从来不去照顾你 那那个不被照顾人 他其实就会有攻击 就那好像是一个恢复 这个注意力平衡的一种方式 所以就像你说的 比如说我跟我伴侣 以前我非常不 因为我自己的家庭 其实是非常很少 很少展现直接的攻击性 我对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避讳 甚至会有点应急反应 一旦大家有点冲突的感觉 但是我伴侣就是一个 非常OK展现攻击性的人 然后一开始 其实我跟他相处 我经常会被他的那种 很强烈的表达给 甚至有点吓到的感觉 但后来越来越多 我就意识到 其实他就想让我 真的去看到 他想表达什么 虽然现在我也会 有生理上的 情绪上的这种强烈的反应 但是我知道说 OK他不是真的要伤害我 他其实真的只是 真的只是很需要 我关注这个问题 就像你说的 就像梁毅说的就是 就真的是被看见 所以好像就是 一旦他恢复了这个平衡 一旦我们都找到了一个 你看见我 我看见你的平衡 然后这个攻击性的目的 似乎就达到了 不过我同意梁毅讲的 有一点是 我们刚才谈的 不管是BDSM 还是说咨询 还是什么 我们其实是有外在的一个界限 或者外在的一个东西 在保护我们的 比如说这个咨询 不管来访展示了多少攻击性 到了时间 它还是会结束对吧 或者BDSM 我们也会有一个东西 去转化它 但是在人际里 可能这个攻击性 就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复杂了 或者亲密关系里 有时候我们有一个 足够信任的基础嘛 我们可以彼此去谈啊 去理解 但是往往在人际中 我觉得这种谈理解和 更多的去体验 刚才讲的所谓攻击性 背后的那些更多的这种 愿望啊 或者其他的部分 其实是蛮稀缺的 蛮少的 尤其是如果我们谈到刚才 两一点的另一个话题 就这个社会的环境里 我会感觉到 在简中互联网中 就是最近就会越来越多的这种 我们叫力气也好 互相的攻击啊 包括我自己在一些 性少数群体里工作 我也会发现 啊就是感觉这两三年就 感觉大家越来越容易吵架 不知道为什么 包括那个性别的社群里 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的理解就是 好像是因为整个环境 它越来越让人 就我们说内卷也好 我们说各种的这种 各种的变化 其实是让人越来越不安全了 当我们不安全的时候 我们其实更容易对外 释放这个攻击性嘛 心理学里就有一个词 叫横向暴力 他讲的就是说 他有一个比喻就是 像在一个压力环境下的螃蟹 就在这个压力越来越大 螃蟹就会互相踩着 对方往上爬 因为他们想要活命嘛 所以在一个 越来越压力的环境下 可能人和人之间的互动 就更缺乏 刚才我们说的那种 可以去更多的理解的空间啊 对话和更多的 可能去修复的这个空间 我是这么感觉到的 你说听听说这个 我联系到最前面 梁一讲关于打球那件事啊 能喷垃圾化这个 我在想会不会可以这样去理解 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相对而言说 比较安全和健康的攻击性表达 它其实是有一些安全底线 比如说我们有共识 这个游戏规则的一部分 这个游戏的一部分 是我们喷彼此 在有这个共识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不会把这些行为 理解为是攻击性 但是当刚才婷婷说到 比如在一个更大的社会里面的时候 有越来越多的攻击性 而且是那种看上去很伤害性的攻击性 大很多力气越来越重 那这是否就意味着 是某种更大的社会的共识 在消亡 在消失 从而我们越来越不安全 就好像是我们的攻击性 没有一个底层的 某种道德的伦理的那种框架 来托底一样 嗯 对 Steve讲到共识 框架托底 然后梁一讲到规则 我觉得当我们谈攻击性的时候 其实都需要这样一个容器 然后包括婷婷说到 亲密关系里面 因为有关系作为容器 然后咨询 咨询关系是容器 BDSM那个时间 那个play 那个角色是容器 这些时候反而攻击性就更加安全 包括朋友之间吵架 友谊也是 兜底的那种容器 但当你在陌生人之间 键盘侠互相喷 的时候 其实那样子 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人 那么容易受到一个陌生人的攻击 的那种伤害 就是因为它是 就是赤裸的 没有 大家都是 只就走在外面 突然就有一个人过来 那种没有容器的攻击 其实是很难承受的 嗯 而且 这个攻击也不需要负责任啊 就如果是剑盘侠里的攻击 对吧 是的 因为你想如果是面对面的话 就是 你如果当场攻击我 其实我们是有可能有后果的 对吧 就是那个共识 就是面对面的这种攻击 带来某种后果 你是有风险的 这个风险是所有人在 面对面互动里面都默认的一个 存在的一个可能性 但是网络的攻击在于 就好像这一个 这种这层的道德压力不存在了 就这种后果跟风险 至少在当事人看来是不存在的 因为我是躲在键盘后面的 我是躲在屏幕后面的 是 甚至更进一步 我觉得互联网是过滤掉了 蛮多人性的那个部分 是的 我是看到一个ID嘛 然后这个ID说了一些话 然后我也根据另一个ID 说了一番话 我对你不高兴 然后我就开始 就是 就是去 这样一个理解你 它其实是有一点像 那个是马克思还是哪 讲那个异化的过程 就是我们那个人性的部分 是被过滤掉的 是的 其中一个被过滤掉的 我觉得 有机会抛出来 就是也是我最近看的一些研究 他就发现说 其实人类是一种特别 有能力去在 吵架以后和好的动物 我听到这个时候还蛮surprise的 因为在我的 可能已经被互联网教育了 无数遍的认知里面 对吧 这个什么叫做人类会和好啊 他们就是想吵架 和好个屁 可是 在一些人际心理学的研究里面 他们发现 尤其是像情侣 或者是像朋友之间吵架 其实人类是会有一个主动的趋势 就是说伸出你的手去找对方和解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经验 就是说两个人吵架 其实总会有一个人 或者双方都会在不同的时间点 去主动做一些和好的动作 比如说吵完架 大家都已经闹僵了 但是你会有意无意的倒背水走过去 这样子 就这种行为 其实是人类特有的 就那个研究里面就发现说 其实人类和好的机会 真的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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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刚好就是我刚才讲到 我喜欢攻击性的很大的一个原因 我正想说就是 因为底层我是很相信 就Rupture and Repair 我相信不管你有多大的裂痕 就是缝和弥补的机会永远是在的 而且我是很相信 Repair那一边的 刚好就印证了你说的这个研究 你说这个研究 我分享一个更极致的例子 因为昨晚我刚刚看的那个电影 西线无战士 这个非常非常推荐 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 因为最好的战争电影都是反战的 而那个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 让我非常震撼的一幕 就是其中一个这个主角 这个士兵 他在战壕里面跟另一个人搏斗 跟他的一个敌人搏斗 然后拿刀就捅了他几刀 捅了之后 那个敌人就躺在那了 然后就开始在那呻吟 就快死了 然后呢 但是他又没有立刻死 他一直在呻吟 一直在喘气 然后这个士兵 他也是个年轻人 他躲到一旁之后 他就忍不住去看那个快死的那个人 看到他很痛苦 他一开始可能是很惊恐 但后来他慢慢就开始 很愧疚很愧疚 他就很 然后就流泪 然后就扑上去 然后就试图去救他 去包扎他的伤口 什么 就是从两个人从敌人到相互残杀 到那种歉意和连接和修复 那个场面巨震撼无比 他会让你看到就是人性和 我们说战争的那种 去人性的那种攻击性 就是这个主角就在这个人性和攻击性两边这种拉扯 哇 他也 当时我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 所以我刚才听到梁亿讲这个 我立马就想到那一幕 就是人其实像是有一种 在攻击性过去了之后 或者说当你那个一时上头的情绪下去了之后 你留下的那个本色 其实是有很强的那种连接性的 对 我也想起来一个统计数据 就是说一个士兵就是所谓的会被杀掉战场上面 消灭一个敌人到底要用多少发子弹 竟然是需要五万发子弹 然后为什么需要五万发子弹 是说原来有大量的士兵在真实的战场上 是选择随便开枪 就他不是真的冲着人去开枪 他又不得不去开枪 就自己因为要上战场是士兵 所以那种看日程序里面是准确的 大家都在乱开枪 这就是摸鱼式战斗 就其实存在大量大量的摸鱼式战斗 就这个他不是不训练 不是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真的上战场的时候 他意识到自己对面的是活生生的人 而这个部分是被遮蔽掉的是 因为我们的宣传里面不允许出现 这样的摸鱼式的士兵 但是实际上人性的本质就是 他就是会害怕 他就是会不敢开枪 或者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 其实就是我们的人性的本色的最底层 不是嗜好杀戮的 而是恰恰相反的 好有意思 这个让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战争伦理这个问题 就这个概念的存在 就好像是大家我们要杀彼此 我们干嘛还要这样伦理 我们还要干嘛还要优待战俘 或者对吧 还有任何的规则可言 其实就是因为当战 有一天战争会结束 而结束之后 我们都会是回到人的角色 而人跟人的相处 其实还是需要一个基本共识 我们要怎么对待彼此 包括我们要怎么去修复这个关系 怎么样重新去学会 和彼此互动 所以这像是一个底线一样 那如果这样来说 再引到刚才那个话题 比如说在网络的世界当中 就好像是这个世界是没有底线的 对啊 而且在一些历史研究里面也 就我自己去看一些历史的资料里面 发现很有趣的事情 就说二战的时候 说德国闪电式的去攻占了很多欧洲的国家 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细节性的原因就是 当这些德国的坦克啊 部队啊什么的攻占到那个国家以后 为什么那个国家不抵抗 是因为那些国家的士兵选择了投降 而他们是认为投降是一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我们从一个民族主义的角度去 去想投降真的是很大的事情 是因为我们假设了一个 就是如果我投降我就死定了 我的国家也会灭亡了 我的就就它是有一个这样的假设在背后的 就是战争就是一切人消灭一切人的 以消灭为本质目的的战争 但是战争其实曾经不是这样的 就从一个小兵的角度来讲 欧洲的那些那些士兵的角度来讲 不就是那些大人互相打来打去吗 咱们为什么要一定要丢掉性命 哦现在打不过了 我投降好投降 投降就继续生活 换一个主子继续生活 就在欧洲人的世界里面 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一旦进入那个语境 你就会发现这没有什么灭绝性 对 但是但是在另外一种战争里面 就是纳粹的战争里面 它不是这样的 它是灭绝性的 就是以毁灭你的生命 为形态的一种战争 而不是以纯粹的占领土地 或者是说改朝换代 为目的的一种战争 我觉得这是两种 完全不同的战争形态 而我们是越来越生活在了 你死我活 甚至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 都想灭亡对方 这样的意识形态下 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思潮下 我们是在这样的思潮下去成长的 我也不知道这叫进步还是退步 但是我觉得这的确很悲哀的一种情况 而在这种你死我活 就是所有人消灭所有人的这种逻辑下面 这个攻击性就会变得一种特别可怕的事情 就攻击性就约等于灭绝性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意思 它就相当于更大的 更极端的球场的规则 就你们刚才讲到打球的这个规则 就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伦理 或者人性的所谓能够接触和含荣这些的话 可能那就是一个表达 但是如果到两一讲的另外一种 更极端的部分 那其实就是一个赤裸的极端的暴力 就它产生的是极大的一个破坏性的 所以我也联想到我们讲到那个定义 就如果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规则也好 含荣也好 或者彼此的共识也好 可能这个攻击性 它就是相对而言比较良性 或者所谓健康的 或者甚至有时候是有建设性的 但是如果那个规则 或者那个思潮也好 意识形态 它是要往一个更极端灭人性的角度的话 那可能它就造成了很多的杀戮和暴力 就好像是 所以这么来说 我能否把攻击性用 怎么说呢 就是你知道你对对方做的事情 会给对方带来损失 这个损失 你是否愿意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 这个损失对他说会不会太大 会不会太极端 如果我们只是打个球 我让你暂时的 对吧 我把你赢了 然后我嘲讽你一下 然后让你自尊心稍微小小的受损 但是我 从你的角度考虑 我大约知道这个事你能承受得了 那这样的话 大家就都OK 但如果是像你说比如说是发起一场战争 我不光赢了你 我还要把你老百姓全都给涂了 我也不考虑从你的角度 这是不是一个可接受的一种代价 就好像这个当中其实是像是一种 就还是回到那个 我考虑自己和考虑别人 像是有一个平衡 而越极端的攻击 就越是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 包括你在生活中 比如个体跟个体之间 比如说家庭暴力 或者说就是肢体暴力 任何的这种 肢体上的这种冲突 其实都是这样的 我在揍你的时候 我在出拳的时候 我不会去想 这一拳出去你会不会疼 你接下来会不会受伤 你之后的生活 你会不会因此而残疾 你死了的话 你家里人要怎么办 我不想这些 我只想我 现在我要什么 现在我就是很想揍你 就他好像是有这么一个 怎么说呢 那种换位思考跟同理心 开启关闭这样的一个区别 这里面会有一个困难 就是所谓法律上有激情杀人 激情杀人就是这个定义 他只是一时间被情绪占据了 那么在一个一时间 被情绪占据的人 对于他来说 识别出自己这样做 将会带来的后果 这一点其实是很困难的 但我们从一个所谓受训的 非暴力沟通角度来讲的话 这是可以被训练的 但是哪怕是这样 我都觉得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极其极其困难 就是如何在被激情支配的时候 意识到他人的存在 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 这个好矛盾啊 这个好难啊 这几乎是 就是你如果允许自己 到了那么一个激情的程度的话 几乎是你不备受支配 就是不能够考虑到他人的 那一性就不在线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类似的情况 就是本来很生气 然后你感觉到 那个气如果发出去的话 可能会有很大的后果 然后你那个时候 还可以调一下 你可以压一下 然后等某一个瞬间 你压不住了 然后你自己说出来的话 你自己都吓一跳 或者你的音量 你的动作 你自己都吓一跳 那个就是 那个激情程度 你自己已经控制不住了 然后之后就会很后悔 是 我这个问题 我个人有一个理论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他在一定程度上 他跟一个人自己的 可能是安全感相关 就是说一个人 如果他自己 怎么说呢 以前我翻译那个 就是龙山教授的书 他还说过一句话 他就说你的獠牙越尖利 你就越小概率用到它 就是因为你就越确信 当你受到侵害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反击 但如果一个人 他在这个方面 他可能非常 你看他从来没有过反击 或者是表达攻击性的经验 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也不敢这么做 也不知道要怎么做 对吧 当他这个方面 他只能用一种隐忍的方式 或者说他不是隐忍 而是说他不认为这个有用 那么他就有可能 更加的被 更长时间的 处在那样一种发酵 那样一种怨恨 那样一种很深的 他自己可能都最终会 无法再控制的 那样一种情绪当中 如果是反过来说 因为很有趣 前段时间我跟有一个 有些咨询师在聊 也是关于拳击的问题 有个咨询师 一个女生 她跟我讲 她说我之前 在练拳击之前 我很多时候 在咨询当中 来访者给我的攻击 我是接不住的 我现在练了之后 我现在不会怕了 我面对这些攻击性 我心里面是很 反而是很平静的 但是我说 那是因为你觉得 你打得过的 她说其实也不是 因为不会真的打起来 但是那好像是一个 心理上的一种感知 就是我对我自己 是更安全的 所以说我在面对 这些情况的时候 我的那个反应 不会太强 所以我就在想 是不是像那种激情杀人 当然这个肯定 每个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但是我想在有些 那种所谓的激情杀人 或者说一下子 被你的激情支配住了 那个背后 有可能也有另外一个维度 就这个人本身 他对于表达这些东西 他的那种不安 或者是那种无力感 是特别强的 所以他到最后 他是就叫什么 兔子急了 才会咬人的那个感觉 你说这个 我想起我的 小宇宙的听众 有一个留言 他说 Dave Chappelle 就是那个 戏剧演员 他有一句话 他妈妈告诉他 你必须要成为 一只狮子 这样你才能成为 一只兔子 一只羊 就是 You have to be a lion so that you can be the sheep that you really are 啊 对对对 我记得 是一只羊 是的 非常经典的 一句话 嗯 但你这么说 你看 比如说 我们的社会当中 尤其我就对于女性来说 对 都不说sheep 就做lion 就压根是不可能的 因为就是前面说的 那个攻击性 这个词被严重的道德化 嗯 甚至也包括一些男性 就是有时候你可能 是一只羊 但是你得假装成一个狮子 所以你得 去吼叫 去喊 但是其实内在是 是一只羊来的 嗯 我在过去两年的教学里面 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 因为非常多的人 对于非暴力沟通的理解 其实就是be a sheep 就是做羊的那个理解 就是他对于非暴力就是 哦 那就是暴力的反面嘛 那他在他的世界里面 暴力的反面 就是收着 呃 nice 非常非常nice 而且是非常非常 装着 都要nice的那种 然后我就会说 其实这不是非暴力沟通 这跟非暴力沟通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甚至是非暴力沟通的反面 我就会这样说 我说 得先有力 再非暴力 这如果你没有 获得那个力量感 如果你没有了那个力量的话 其实没有办法非暴力 那就会变成软弱 或者是叫做说 呃呃压抑等等等等 那更糟糕 那个比 比什么都要更糟糕 反而我会 很很呼吁说 其实包括马歇尔也会说 就是第一个阶段 是那个情感的奴隶啊 总是很喜欢讨好别人 他会有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就是像审脏拐营 越狱里面 就周围的人都开始讨厌你说 哎呀你最近怎么变自私了 之类的 其实他就是一个这样的 力量释放的过程 找到自己力量的过程 他当然可能伴随着某些 越过了某些边界 或者没有那么容易考虑别人 但是会 他会调整回来 就是当你 获得了那个力量感以后 你就会开始考虑别人 因为有更多的 自己已经产生出来 自己已经 已经知道自己一定不会 被委屈的以后 那么 在看别人的时候 那个眼光就跟原来的那个 看别人眼光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过程不是一步到位的 它是可以允许 你刚才说这个过程 我能不能理解为 就是好像我们需要 你说第二个阶段 就是要先变得 所有人都很讨厌你 所以在这个阶段 就好像是你得 相当于是得习惯 就是更多考虑到你自己 把这个习惯建立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 你再去考虑别人 是 对吧 因为在原来的结构里面 它是透过自我牺牲 或是自我委屈的 妈妈身边的人会 其实也会给他一些正反馈 就是啊你这样很好啊 很懂事 就免费自助餐 很多人都喜欢吃 对吧 那第二个阶段 他就要去 去敢于去跟这些 喜欢吃免费自助餐的人 去say no 或者也透过这个过程 把所有吃免费自助餐的人 给赶走 他才会获得新的朋友 或者新的 关系的结构 他才走出 那个原来的关系结构 我觉得这个也跟我们说 亲密关系的建立很像 我前上一周 刚好去那个泰国梅村 有一个禅修 它里面其实因为 传统听上去 佛学好像是 真的很没有攻击性 或者很不那个的 就很不利己的 但是那个法师 讲到一个段话 我印象挺深的 他说你要建立一个 良性的关系 你想要去爱别人 其中你需要做的 其实第一步是 fully love yourself 就先fully完全的 去爱自己 就是跟Steve刚才讲了 我得先考虑我自己 我得先满足我自己 然后我才能 再去想别人 对啊 你这么一说 完全fully love yourself 这是一个 在别人看就 啊你真好自私 你好自拿 那种 就是在社会和谐的层面的时候 这是一个 不太被喜欢的一个阶段 对吧 但是这个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婷婷讲 这个非常有意思 是因为fully love yourself 的过程中 所诞生的攻击性 跟只是为了别人 回应别人 还是以别人为中心 所产生的攻击性 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 嗯 你说的第二种 是什么来着 叫为了回应别人 这个应该怎么理解 嗯 那我想一想 为了攻击而攻击吗 有 就是你留在了 原来的那个结构 跟剧本里面 就是嗯 我想到一个比喻 我不知道 或许杨丽可以想一想 然后我先 把那个比喻说出来 嗯 就有两种生气 一种是横着生气 一种竖着生气 横着就是 就是你说的那种 我也攻击别人 你你你你 你做了这个事 你做了那个事 我要推你 我要打你 就是它是那个力量 是往我往横着走的 然后竖着生气 就是你跺一脚 就我 我受不够 我受够了 我不要这个 然后我要那个 就是它是竖着的 对 就是两种 没有啊 你用一个很好的 叫我讲说的 我也有一个相似的比喻 叫愤怒的表达 还是表达愤怒 就是这个好像跟你那个 横和竖的比喻 也有点像 就是我在表达我不高兴 你让我不舒服了 还是我在指着你骂你 和就是对你表达 刚才讲的这个攻击性 我觉得这个不一样 就跟梁一讲的 我觉得也跟那个 compassion 就共情有关 就是因为有时候 那个暴力 为什么 我有一个工作背景 是做家暴啊 为什么有时候 有一些男性会有家暴 其实它是习得了 一个暴力的环境 就它可能在 它的祖辈上一代 它就看到了 我们就是用暴力 解决问题的 所以它其实没有那个 我们刚才讲那个 共情或者偏人性的 那个部分去想别人 而是我不停地在学 但是我没有反思 我就认为 规则就是这样的 对吧 我就是以大其小 然后我使用暴力 来完成了一些 这个获得更多权利也好 或者是说通过这样 让我的老婆 更驯服也好 他就是学会了这一套 我不知道梁一 是不是指这样的 你们讲的都特别好 我觉得你们两个 讲的都特别特别好 就非常非常好的 具体化了 我想表达的东西 然后我只是延伸 出去讲一讲 就是比如说你在谈 刚才那个男性家暴的 那个场景跟案例里面 我会觉得 当他只是习得性的 去使用暴力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自己的 中空的 外强中干 讲的就是这种 而我们想要的那个 攻击性 或者说不要提倡 我自己不要提倡的攻击性 是你得跟自己的内在 有很强的连接 跟探讨了以后 再去决定 我对外要干什么 而这个部分 有了以后 那个攻击性的内核 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就我 就像 刚才跺一脚 那个跺一脚 其实你可以理解成 念了一个咒语 回到自己的内在 我 跟自己有一个很强的 我现在也坐着跺了一脚 对 那个真的是很形象 我真的觉得就是这种 比如说的 比如家暴 这种 尤其我觉得男性的家暴的 这种案例里面 我觉得比较显 比较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会看到 这个男性 他本身 他可能从有 他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他也经历了很多的 情感忽视跟伤害 所以这好像是这种经历 会让他对于 攻击性或者愤怒表达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是不敏感的 所以当他在指责别人的时候 当他在攻击别人的时候 就刚才Jazz说 那个横着的那种表达 那种横着的表达 其实就是你没有考虑到 我这样做 会让别人有什么样的感受 那个竖着的表达 其实相当于是他 我觉得还是多了一点 他多了一点自己的客气 就我知道 我这样把他会伤害了别人 所以我稍微客气一下 我只是跺脚 而我不是去指别人 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 健康跟不健康的攻击 似乎是有这么一个区别 你在做件事的时候 你是否有承认 我知道 我这样现在忍不了 但是我同时知道 我这样子会伤害到别人 所以我会做一些事情来 去缓冲 或者说去适度的降低 这个事情对别人带来伤害 虽然我很愤怒 但这个是我心里是有别人的 而像那种很暴力的那种表达 其实他就是在表达 他心里完全没有别人 因为他自己都 当他自己作为受害者的时候 他的受伤的部分 也不被看见 也不被理解 所以他压根完全也无法想象 他的受害者们可能是什么样的感受 Steve说到客戟 然后梁毅说到中空 其实都是一个关于embodyment 就是当你的愤怒 什么时候是越界的 什么时候是失控的 其实往往都是 你已经飞出去了 你脱离了你的身体 你怒到你自己都控制不了 像一条龙一样 你抓不住他了 他把你给制服了 然后所以如果我们回到说 什么是可以驾驭的愤怒 去驯隆的话 驯隆就是你要住在你自己的身体里面 你真的跟自己身体连接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 我真的好气 但是也不过就如此 你不会气到说一个 完全lose it的那种状态 甚至我会觉得 就算失去一小会儿 就算lose it一小会儿 但是你能很快地恢复理智 对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确实有些情况之下 你没法一直保持在 那个理性范围之内 那倒是 那这个就让我想起 刚才讲的那个激情杀人 可能那个激情的部分 真的就是完全 那个龙已经飞到 就不知道十万八千里了 你其实是没有办法控制它的 对 你说这个 我曾经都想象 就我自己会 我经常乱七八糟想一东西 我曾经幻想过 如果有一天 我有可能激情杀人的话 我真的会不会 失控到那种程度 因为这个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 都应该想一想 对吧 就是作为一个 对自己的比较负责的 一个思想之业 我真有咨询师的朋友 有一次跟我讲 他说天哪 我这个时候 我连杀人的心都有了 就是已经到了一个这种 真的很想有一些行动 但是还好就是理智 理智有控制回来 所以我的那个幻想就是 OK 假设我激情杀人 假设我气到 我受不了了 然后但是我受不了之后 我得去先找凶器 然后我得先做出 那个捅的动作 而且如果我真的要捅死 一个人可能不是一刀就捅死 可能要捅好几刀 对吧 但是我的想象就是 对于我对自己的了解是 就算我会有 那个找刀的动作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可能在某一个步骤 我就已经停下来了 我就会 就是那个上头的部分 就慢慢就下来了 当你下来之后 你就看着手里的刀 我到底在干嘛 甚至OK 我们再进一步说 我假设我真的失控了 我捅了对方一刀 对方开始叫 开始疼了 这个时候可能我也会停下 我在干嘛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这个过程中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反馈和节点 你完全有可能是让自己恢复人性的 但是如果真的是所谓的激进家人 如果他真的像是那种喝醉了之后 完全没有失控的话 那这个失控的状态还蛮长的 因为你 因为你要真的要弄死一个人的话 还是需要点时间的 就说的直白一点 对方也会有挣扎 有反抗 也会给你很多的信号 让你看到他很痛苦 就像我前面讲 我看到西纤湖战士 那个画面里的那个场景 对吧 而当一个人看到这些反馈 他是 他应该还是会有些反应的 所以 会不会有一种 可能那个时候 他已经感知不到这些了 就是我们刚才说 你可能还会去找到 他可能已经完全不在 我听你描述的时候 我就觉得 那你还能够连到你自己 你还能找到 你还能想 可能我还没有极端到 就是你说的那种 就是真的是就完全已经麻木 或者完全失去自我了 但如果你一个人真的有可能 那这个是个很大的麻烦 就像是你 就像是你有多重人格 但是法律里面好像就是这么区分的 就是如果你有找刀 有计划买刀 就这个叫谋杀 然后如果你只是掐好手上有一把刀 然后再做的话 那个叫激情山 就好像是这样区分 因为他就是假设了 你有很多步骤的过程中 那么你就有缓下来的机会 那么如果你连缓下来的机会都不抓住 那么你就是谋杀了嘛 他就是这样分的 有另一个电影 就是我经历过风暴 就讲那个家暴受杀人的那个 其实那个 他里面这样 又叫受虐妇女综合症嘛 你其实看那个主角 就是佟丽亚吧 他演的 他其实那个过程 他就已经有一点 像我们刚才讲的失控了 就是他很恐惧 很担忧 他很创伤的时候 他在半夜 在那个丈夫睡着的时候 就是用一个工具把他给杀了 因为他很害怕 他就是我听上去 其实他已经是一个 在很强烈的那个应激恐惧和完全 就是已经没有我们刚才讲的 这种身心连接的过程里 去完成了这件事情 就那个强烈的恐惧 巨大的恐惧支配了他 就是他就觉得 我今天一定要把他杀了 不然我就完了 其实之前财静演过 就是叫女子监狱的一个采访 也是在讲很多 就是家暴之后 被家暴之后杀父的女性的故事 这个里头也有在讲说 就是很恐惧 很害怕被受虐到一定的程度 他需要通过这种 另一种暴力的方式来 不管是展示攻击性也好 或者从他的层面 其实就是在保护自己 去完成这个过程 我就想到了 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可以深入 因为我要Q回来一下 就是攻击性里面 刚才我们提到的 其实是里面的一种特定的种类 就是对某一个具体的人 或者特定的人 带攻击性 甚至是带杀意的这种攻击性 那我要Q回来一点的 其中一个原因是 我发现我自己 其实没有担忧 我可能会杀一个人 但是我可能会担心 我会毁灭世界 在我的世界里面 对 就是我愤怒到极点 或者说我想象 我怨气大到极点 我根本不是想杀一个具体的人 但是可能我的 我的愤怒是指向全世界 就是 你最近有 最近一次愤怒指向全世界 是什么事情 遥远到我都不记得 具体是什么时候了 可能 可能真的很遥远 就是这个 这个想法本身 让我想起来就觉得很中二 但是我刚才 透过你们的讨论 我突然间想明白了 就是 当一个人情绪 大到失控的时候 他可能会 就是我自己可能会 把这个世界 作为我的愤怒对象 或者把这个世界 作为我的怨恨对象 就是类似于 为什么这个世界 要这么对我 这个世界 错了 而这个世界 就是个错误 所以应该停止这个世界 或者毁灭这个世界 才对 而不是杀掉我 有什么用 大哥 就我的脑袋里面 你自动 你天然找到了一个 最大的容器 就是全世界 作为你愤怒的容器 而不是一个人 作为你愤怒的对象 对 之所以你可以很长 就是很长时间 没有这些想法 你很中二的 你把你的愤怒 投给了世界 那么大一个地方 他就容载下你了 然后你也没有 得罪任何人 这个角度很特别 你这么一说 我就想到 中国人的智慧啊 当我们出现任何困难 我们说 为什么上天 对我不公平 老天为什么这么对我 原来天是个 最大的容器 这个角度好有趣 的确实是这样 现在这期节目 我们终于开始有意思了 我们开始聊各自的 阴暗的黑暗的幻想 其实刚才Steve讲的时候 我都忘记刚才讲到哪 我随便乱讲 就讲到亲密关系 因为我就蛮有共鸣的 那一段是我跟我的伴侣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们是有一些争执和吵架的 我后来发现 那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因为我们甚至也到 就是有时候 我说出的话 我都觉得天哪 刚才发生了什么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回过神来 就有一种 哇我们刚才 为什么有一个这种 激烈的冲突的状态 甚至完全不是 我平时会做的事情 那后来我们 有一个变化 就是因为我的伴侣 相对而言 跟Steve有点像 是很能展示攻击性的人 就我从来没见他 吵架输给过谁 就我认识他这么多年 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 在吵架上 能赢过他了 就是 但是他跟我 刚开始也会比较激烈 但是到后来我发现 真的是那个同力的部分 帮助了我们 比如说他现在会表达一些 就其实就是前两天 表达一个不高兴 他就会表达表达完之后 就是这里这里什么 没弄那那没弄 他会说 我不是在说你啊 我只想让你说 就是你明白 我只想让你 就更进步 但是我没有在攻击你啊 什么什么 他就会补那个 就我们说 更有同力心的那个部分 我的感觉是因为 我们在这个磨合 还有刚才讲 互相信任的过程中 我也能够理解 他那个愤怒背后 其实是有蛮多需要 和诉求 或者很多的付出 他可能也能理解 我可能担忧 就刚才我讲了 我们是害怕 我某一个程度上 是会更天然的 回避这个愤怒啊 冲突啊 或者攻击的 所以我觉得 好像是在一个 比较极端的冲突 到后面有一个 互相的更多理解 当然也有很多的 这种爱啊 然后关怀在这个里头 最后才达到 刚才讲 更良性的表达 这个攻击性的过程 你说这个 如果我再Q回到 刚才梁一讲的话 因为我不想让他 这话说出去 感觉没回应啊 就是有没有可能 当比如说一个人去 他攻击 是想攻击一个群体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 你面对一个个体 你是能看见他的眼睛的 但是你面对 一群人的时候 他们都是匿名的 或者说你 你不需要考虑某一个 单一个个体的那种感受 而人的同理性 是需要 一对一的时候调动的 你看到一群人 因为我立刻想到的画面 就是比如说 你站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 如果下面就那么几个人 那你会觉得 你是在跟具体的人对话 如果你面对是一个 几百上千人的场合的话 你甚至都不觉得 他们是人 你觉得他们只是一个 一个存在 所以当一个人怨恨 一个大的群体 尤其是社会 尤其当你 比如带着某种意识形态 去仇恨一个群体也好 或者是甚至整个社会 整个体制也好 是不是就因为有 就这其实会让那个 攻击 让那个愤怒 更容易出来 因为你就可以更加的 不用去担心 这些具体的人的感受了 我会觉得 那是一种表演性的攻击性 不是真的攻击性 就是如果举民族意识形态的例子的话 那个口口声声说 我很恨嘟嘟嘟 国家的人 你真的要他站在一群 那个国家的面前 去做点什么 他根本不敢 或者说当他知道 所以你的那种 你说完 对 对 就是你让他去做 他肯定不敢 或者甚至是 只要知道他的行为会有后果 他可能就不敢了 他只是表演性的 就是他在乎的 可能不是对面 能够接收到他的攻击性 他在乎的是 他现在的观众 能看到他在攻击性 明白 的那个姿态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 对 对 对 所以另一种攻击性 另一种攻击性 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 就是当一个人越来越放大 他能够真正攻击的面的时候 他其实也同时包含着 对自己力量的确认 就我在想 哇 天哪 我以全世界为一个攻击对象的时候 其实我还蛮自恋的 就是当你说 我要毁灭世界的时候 这就很中二 但是他背后也附带着一个自恋 但同时又自信 我们说自恋的时候 是心理学意义上的那个自恋 就自恋同时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种 对 你可以把它看作对自我力量的确认 对 就比起你去跟一个具体的人去攻击 如果你敢于跟一个更大的 的东西去互动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的自信程度 或者自恋程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真是 因为我听你说的时候 我第一反就是 你一个人 你有那么大力量吗 就是how 就是除非是你手里有一个核弹按钮 不然你能做到吗 就那种感觉 就在你的幻想里面 会有具体的方式吗 两眼 糟了 今天逃不掉了 得被我们八个点朝天了 你帮个鞋照什么的吧 跟这个神经讲过 没事嘛 就大家彼此围观嘛 对 等会儿我也可以讲 我们大家都可以讲自己的 这个阴暗的 dark twisted fantasy 都可以聊 对 可能其中一个背景 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就有类似于参加辩论队这种 就没输过 就是在我的世界里面 我没怎么输过 所以就攻击性这种 你打辩论的时候是啥样的 我也很好奇 我很好奇 你跟我的伴侣 哪天能不能一起来 对 矛盾大对决 我们约一下 然后录一个播客 真的是逃不掉了 真的是逃不掉 对 所以我在我在想 这个东西 它附带的背景 就是攻击性 是不是总是在试探 我们自己觉得 自己操控不了的 那个部分 它其实是我们 就是你攻击的那个东西 恰恰就是你控制不了的 那个东西 如果你控制得了 就你有把握 你自己能够跟那个东西 去对话 或者是去协商 那你就不攻击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好像是你说的 那个攻击性是一种 它伴随着像是一种无力感 就是很多事情 是你掌控不了的 但是攻击是一种 试图去支配 试图去获得掌控的 一种手段一样 我觉得有这个部分 从人的动机的角度 来解读的时候 我们就 我更愿意看到这个部分 或者是 明白 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 我们聊到这 我越觉得 这个又看到 攻击性的多样性了 就是 因为我会感觉 我的攻击 跟你的放一块 我觉得真的就是 两种很不一样的 那种感受 因为对我来说 反而就是 我就是得找具体的人 就是太虚了 我就觉得不得劲 拳头打在空气 打在棉花上那种感觉 但对你来说 就很有趣 就好像是每个人的 对吧 她的性情 她的各个方面 性格会决定 她的那个方向 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另外两位呢 两位女士 你们的 阴暗的攻击性的 幻想是什么 自爆一下 我觉得我也会是对象 我觉得我也得 具体 所以刚才梁一讲的时候 我有点难理解 就是 你怎么投射到 天空和大地里去 就是 对我来讲 我就觉得 好像不是那么容易 我可能还是得 她要是具体的操作的 我甚至可能需要 就是她是可化解的 就比如说 我得跟人怎么怎么讲 我在脑子里 我都会 怎么说 演练一遍 更具体的 这个释放的方式 或者方法 对 但她说那个 又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对吧 比如说很多 是是是 大规模的这种 mass shooting也好 包括 种族的这种 仇恨 仇视也好 就是有很多是针对一个群体的仇恨 这种人是 确实是存在的 所以 但我不是说你是这样 但就是说 这种情绪 沿着这种情绪 谢谢这个曾经 还是很不同的 但是说 这种情绪如果走到极端 它失控 其实就会带来 对吧 是的 那我有一点 两位的结合 就是 我也是像婷婷一样 要去跟具体的人 哪怕是感觉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对话 哪怕是肯定会吵架 话说我今年圣诞 Christmas dinner上 就发起了一个 让全州人互相吵架的一个对话 然后大家 大家今年过得很drama 这是什么 这是你们家娱乐活动之一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也没想知道 怎么让大家都吵起架呢 不是 就是我只是要表达一个 我自己想要 一直要表达的一个东西 然后在餐桌上 然后说完了之后 大家所有人被trigger 然后而且是 到后面都跟我无关了 其实是我在我的 叫什么公婆家嘛 然后他们开始之间互相吵 哇 你这个好厉害啊 你 你是山峰叠火 点得好精准 对 就我对于这件事情 就是一半是有一点惭愧 但是一半又觉得很 就是 这也是我愿意做的 就是 就是因为 他们本来就 就是互相之间 彼此看不顺眼啊 然后暗藏了很多东西 然后终于在我一挑明之后 大家都放在台面上说了 然后虽然 就是吵的过程中 肯定有一些难看的东西 但是 我 我始终相信 就是 长远来看是好事 然后 所以我有这个 跟 跟人挑明的这样一个面向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 我能感受到的愤怒 比那个东西大的特别多 而且我知道 如果完全不加审查的话 我说出来的话会特别难听 然后会特别伤人 所以我一般在跟人直接表达之前 我也会对着天对着地 就真的是你说的 天和地 就是 眼前就是有这样一个人 就是我每 我家有一个花园 就是我花园 我冲着花园 就是向天呼啸 的次数真的很多 就是那种 就这是我想到的 唯一想到的 既能表达 且不是那种 就是面面面 这些小小的那种表达 而是真的是 大大规模的表达 且不太伤人的一种方式 就最最大的伤害 就是人家可能会觉得 哎呀怎么又有人在那叫 但是我觉得 我一直相信 所有的表达 需要一定的公共性的 就是我不相信 我的公共性只能在一个 咨询师面前 关起门来 才能够彻底的被释放 或者是在特别好的朋友之间 就是 所以就是 也回到说我们刚才 那个狼的比喻 就那里面有一个故事 就是野女人 她要去寻找狼骨 然后把狼骨拼成 一个狼的骨架 之后就要开始 做一个仪式 仪式里面就包含唱歌和嚎叫 嚎叫之后 狼就会 那整个狼骨 就会复活成一个狼 本身 然后它其实象征着 女性把她身上的 那个狼性 那个野女人 重新整合到自己身上来 而过程中 嚎叫和歌唱 就都是用到喉咙 是一种很 很有魔力的催化的方式 所以我几乎 就我基本上就是会 嚎叫 然后有时候如果实在觉得 太晚了 我就 就在拿个枕头 然后蒙在枕头里面叫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 把那个很尖锐的那种攻击性 他的尖尖角角磨得稍微平一点 然后再去跟人表达 有意思 这由你讲的这个仪式 我有想到的就是 在你的描述里面 好像有一种巨大的信任 就是与攻击性 甚至是伤害性 所伴随的是更强大的修复性 或者说这种 在更长远的时空尺度里面的 这个拥抱性 融融性 修复性 对 它是始终在这个 这个范围内 或者在这个尺度内 去谈攻击性跟伤害性的 是 刚才杰斯说这个 其实我的那一个幻想 其实我觉得跟你这个 有一点相似 就是在于 我有很多的幻想 其实是对一个具体的人 实施暴力的行为 然后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在我的这些幻想当中 总是包含下一个步骤 就是刚才我说 我看西建吴战士的那个画面 为什么我那么被震撼 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是 把我的那个暴力幻想 视觉化了 就是先是暴力 先是攻击 完了之后 会清醒过来 然后感到后悔 感到愧疚 包括感到对对方的这种 你说关怀也好 同情也好 我的那个点可能是在于 因为我自己的成长的创伤 主要是情感忽视 所以可能我对于 compassion 我对于爱 我对于同理心 这样一些情绪的那种 怎么说呢 就好像是 不是太习惯 或者不是很容易有 所以我好像是要借助 那个暴力幻想 把我的这一个部分给激发出来 就它是一个有点扭曲的 或者是一个有点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好像得借助一个毒药 才能把你的免疫系统激活 但是我想要的是那个激活 而不是那个毒药 那种感觉 这是那个药的要饮 对 是会有饮 因为当你感受到compassion的时候 其实那是很好的感觉 但是那个感觉好像不太容易 被很轻易的调动 所以你就像是得先 像是有一个暴力幻想 先给自己创造一个那个前提条件一样 这次听得很有味道 我也沉浸在这个想象 你就是一个很好的S 就是你打完人 然后又给aftercare 对对对 我刚才想到了 是 就很合适 基于我有限的实践 我觉得那个并不能带来愉悦感 就不太好借口 所以我才前面都问你 你是怎么做到好借口的 因为我觉得 做件事和从中得到愉悦感 这个中间的路还蛮长的 对 这个我们单开一期再讲 但我其实跟Steve有点像 我也有时候有那种 我没有办法表达的那种幻想 我会写诗 我会把它写下来 而且用一些 因为诗它很跳跃嘛 然后你跳着跳着 好像总归会跳到一个更平静的地方 也是那一种通过药引 然后引出自己 愤怒 因为你愤怒大的时候 你看不到其他东西了 然后你把它放出来之后 你放在纸上 放在天上 放在大地里面 好像其他的 另外一层的那些东西又会出来 嗯 对对 我跟你们几位不太一样 我刚才在想到 我的版本是什么样的 我会发现我其实 我后来发现我人格特质 那个理智的部分还蛮重的 就理性理智的部分 它甚至也是我自己 我后来意识到是帮助我 去应对创伤很重要的东西 就那个冷静克制理性 比如说高中的时候 我有一个同学 他不小心按了那个全校的门铃 就是全校都铃声大作 就突然间同学都准备要 就以为要下课了 我就清晰的记得 那个时候他慌的 就是一团糟 我就特别冷静在那好几秒 我就在思考怎么办怎么办 零响了 我们应该就是 就我就特别有 那个冷静的特质 然后我就意识到 我要示范我的攻击心 或者表达的时候 我好像往往会有 那个冷静的部分 帮我滤掉一点东西 就我就不会像你们 刚才讲的 有那个什么爆发之后 在同情 在什么aftercare 这些东西 就是我会感觉到 哎我 我就先有一层把它滤掉 这就控制了我 让我不会那么真正 把它建筑行动 或者是表达 但是我觉得 我最近在学习的是 怎么把那个滤网 滤的少一点 就是我就开始学习 去跟人吵架 就是真正的事去吵 然后把这个部分 就更多的展示和表达出来 你说这个 这个就真的是 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的部分就是 也多收一点 然后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的那个部分就是 我每一次愤怒 到极致的时候 我就是会想 宇宙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件事 就是往一个 超我的方向去走 然后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好像我就慢慢会 那个情绪的置地 就会开始发生一些转变 然后就开始看到 原来天地之间 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是这么回事 然后我再尝试 我的力量要放在什么地方 这样 就用这样的方式去走的 我的本能 就都没有学过 非法力沟通的时候 就已经从小 就已经是往这个方向走 好像是这样 但你的意思是 你想要让这些 不合理的事情 就像是把它抹掉 一样的一种感觉 像是在一个 在一个存在主义的层面 让它的存在 都去deny它的存在 是这个意思吗 有一部分 你这个challenging 非常好 所以这里面 我自己也在想 就是 我曾经 我的伴侣 包括我身边的人 有的时候会对我 有一种批评的声音 就是觉得 我在 我在替某些东西洗白 对 但是在我的世界里面 那就是一个 更宏大的角度 去看待这件事的方式 仅此而已 它并不意味着 这是对的 也并不意味着 那个作恶的部分 就消失 但这可能是 一些self defense 那我觉得 那个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这就是我的 一种转化的方式 好像 就我只想呈现 多样性 刚才说的 就不同的人 好像对于自己 原生的愤怒 都会有不同的 这种流动的方式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而且我觉得 这是一个 很好的讨论 因为我估计 听众在听的时候 也会意识到 你们作为一帮咨询师 原来你们各自 也都有 对吧 这些部分 但是同时 我觉得这个讨论 也在于让大家看到 其实每个人 都会有这个部分 但是你怎么对待它 你做些什么 就像刚才前面 婷婷讲到的 怎么去弥补 对吧 你争吵伤害之后 你接下来做什么 包括前面 Jazz说的狼的比喻 我真的是 我的真的是 婚姻生活 教会我的一点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就是会失控 我以前老觉得 我要保持冷静 保持冷静 我永远不要发火 后来发现 其实永远不发火 是不健康的 你需要有的时候 发火 甚至有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失控 但是重点真的是 不是就是永远不发火 永远完美地掌控自己 而是在失控了之后 你能够承担责任 你能够看见是怎么回事 你也能够承认 你对别人带来伤害 我觉得这个才是 至少对于大多数的 我觉得还没有 那么完美的人类来说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更合理的一种方式 对吧 因为不然你就想象着 我永远不会发火 我永远用 控制我的情绪 万一有一天你发了 你就会发现 你非常没有经验 处理那个 aftercare的那个部分 对对对 是的 所以很有意思 我最近去一场培训里面 因为大家会知道 我会自我介绍 我是非暴力沟通的老师 有什么十年经验 之类这些话 然后中间有一段就说 我最近跟谁谁谁吵架 然后大家就动圆了双眼 说梁毅也会吵架的吗 然后我就说 怎么不会了 这个非暴力沟通老师 怎么就不会吵架了 原来我就意识到 原来在大家的想象里面 就是所谓的 非暴力沟通也好 或者说对于冲突的想象 就是没有才是对的 没有才是好的 一个理想的状态 就是没有冲突 但是我想说 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 我在那个冲突中 获益良多 就是是存在一种 越来越熟练的 越来越 就你不是说 没有情绪 那个情绪也依然会有 也依然会出来 但是可能是一种 就跟着更纯属 对 我有的时候 会跟我的朋友说 哎呀 我就是仗着一个 有会冲突条 天然冲突条 姐的老婆 开始吵架 梁云你吵架是什么样子 我好奇 就是你凶的时候 你会比如说 面露凶色 还是说你的语言会凶 还是说你吵架 还是一个讲道理的吵架 非常非常讲道理 就非常男性主义的 这种这种 这种吵架的方式 对 就是好像一直在讲道理 但是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情绪已经上来了 就是义正言辞的 非常非常义正言辞的 在跟你讲道理 但其实自己内心已经知道 这个温度计上来了 我现在70度 再往上讲 80度90度 开了我 水废了我 就自己是完全知道的 OK 那你也很有 我说的那个理性的那个部分 理性和冷静的那个部分 或者至少你要保持 一个理性的那个样子 是 我觉得有两个理性 在这个部分里面 是可以去细微的去区分的 第一个部分就是那个 所谓叫内容上 走在理性的道路上 就是那个理性是文化意义上的理性 就比如说我在讲一个 女性主义的道理 或者讲一个哲学的道理 或者在讲一个社会学的道理 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子的 比如我最近在跟一个朋友 去arguel的一个事情 就是 要不要给孩子有在教育的时候 有一些 就是能够去讨论大人世界的一些冲突的部分 或者叫做说 再直白一点吧 就是小孩子应不应该去接触 那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就是环保 对对对环保 然后那个朋友的观点就是 这些孩子 这些孩子竟然这么小的时候 就去谈环保了 那一定是大人给他们植入了一些东西 manipulate了一些东西 所以那样的教育不应该存在 那我当时是有很多arguel的 我就说可能你只是没有接触过 有些孩子真的很小 就跟他们的父母可以去讨论 这些环保的话题了 其实是环保的话题是可以讨论 并且融入的 就我们现在 我现在跟你讲是很平静的语气 对吧 但是当时我是明显的感觉到 我是带了一些情绪跟能量 去说他的 就大概的意思是 蕴含的意思就是 你竟然不知道 有这样的教育的存在 并且你面前有一个人 其实他就是个教育工作者 他每天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在质疑他 就类似于这样的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包含的第一重理性 就是那个形式内容上的理性 那第二重我在想的是 婷婷刚才讲的 就是对于自己的 这个内在的掌控的 这个理性 这是另一个部分的理性 而那个部分的理性 我当时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知道 我知道我现在生气了 但是我的选择是 我要说出来 我就是要把这个情绪 给传递出来 这样就好像在 在有这样的选择 你说的第二个理性 像更像是一种awareness 一种意识 或者是一种自我觉察 对吧 嗯 是的 但是他也有可能 有失控的部分 就是到了差不多的时候 就会 就我不管了 嗯 它是介乎于 有掌控与失控之间的 游走的 嗯 明白 那Jazz呢 Jazz你在 这个上头的时候 或者你特别特别忍不了 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 太棒了 我觉得今天八卦 你们各种 这种细节 我觉得好有意思 从来没有机会聊这个 就我嗓门就会很大呀 是吗 然后就各种Fuck you 就 所以你就是会放的出来 放的比较开的那种的 就会直接往外喷那种感觉 就喷 有意思 我的状态更多的是烦躁 当我就是我会表现不耐烦 就是啊你别说了啊 这个啊你为什么总是啊 就是 Shut the fuck up 就那种感觉 就是就是会试图用 结束这个事来处理 但其实是愤怒的状态 对 这绝对是习得的 因为我爸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有不同的模式 我可能会有点像 刚开始会有点 Steve就不要再说了 我们就尝试用理智来控制吧 别说了或者是停一下之类之类的 但是到后面 如果真的到我所谓更激情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我会用 比对方给我的更厉害的方式还回去 哦 那是什么样子 是有点报复性吗 那是什么样子的 举个 我想想啊 就举个例子 曾经是 在超市里 就只要对方说我一句 就其实周围都是人 就只要他说我一句不好话 我马上又会 就是 两倍再还回去 更大声的声量 直到他在超市里闭嘴 啊 两倍是说音量吗 还是他的你的恶毒程度 就是话语 就比如说他 他说你一句不好的话 我要再还回去 也用一个可能声音更大 就让更多人都听到的话 就是丢人吧 大家都丢人 就是 就是 直到对方 没有办法再继续丢人为止 就是半折直数 然后我就确认 OK我赢了 就是 加倍奉还 半折直数 但是我这个状态是真的有点被逼 逼到了 就是我会意识到 我其实完全不想用这个方法 但是我被逼到了这个境况 就是像所以 我曾经有一个一次在丽江 我真的觉得我被 在云南 我被逼成了一个疯女人 就是因为我要去维权 因为有时候好多那个路边的店 我就分享一个这个细节 怎么跟人吵架的细节 就路边店 他其实会卖你那个假的花茶 就我刚开始 第一天买了 我喝了味道很好 我说怎么那么好 但第二天泡了味道不一样 我再路过那个店 才发现他们的店员 掺了那个冰糖在里头 所以当你喝的时候 你以为 它是很好的茶 其实不是 我发现了之后 我尝试很理智的 甚至用那个知识分子 式的微笑 跟他们去维权 就是告诉我说 你这样不好吧 结果发现 人家不理你 人家就是说 我们卖了 我后来就几度交锋 我甚至都打过工商的 那个投诉电话什么的 我发现没有用 只有把我逼成一个 所谓的疯女人才有用 我真的是直接抓住 她的那个糖 就抓住她的那个 作案工具 录视频 然后很大声地在那个店里说 大家不要买 他们有什么问题 然后他们的老板 还在摄像头看到了我 再后来店员就来调节 说你别 就别那么闹啊 什么之类的 最后才给我解决了 一个我认为公平和满意的结果 所以我的感觉是 你是得被逼到这个份 我那个时候就真的很理解一些人 所谓那个疯女人的论述 我其实不想做一个疯女人 但是我在那个时候 如果我为了得到我要的公平 我就得这么做 就像刚才梁一讲的 有时候你必须足够大声 甚至你要摔碗 别人才真的在认真听你 在讲一个 其实是一个很基础的 不应该欺骗消费者的道理 他才听 不然他就觉得 他还是能糊弄一下你 让你过了 没错 是的 婷婷帮我们把话题 带到了一个 在攻击性这个话题里面 其实我也蛮想带到的部分 就是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 其实不应该是中国人 但是就是有时候 我们在公共生活里面 就会遇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用这种攻击性的方式来维权 我最近看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在短视频里面 有看到一条片子 那个播客主 他博主就专门去录了一个 他的行为 是什么呢 就是他因为他的住宅小区附近 有跳广场舞的大妈 然后没日没夜的在声音轰炸 然后他就拿了一个 他自己的录音机 就是那种功率强大的外放 就摆到了那个 广场舞大妈的空间里面去 就是你放我也放 就是广场舞大妈在放那个音乐 他就放另一种音乐 就是放那种摇滚的音乐 就对轰 那他是全程把它拍下来的 然后我就发现在这个对轰的过程中 对方肯定就不爽嘛 就过来就会说 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 他就会说 你们能放我不能放 你们能放我不能放 这是公共空间 这样子 那对方整个剧情的发展 就到最后 对方就把他的录音机给砸了 就把他的影响给砸了 所以我在想 这里面引出来的话题就是 婷婷刚才所说的 那个攻击性 一方面很反映了 确实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上面 攻击是一种无奈之选 甚至是被逼的 被逼成这样的 但同时也面临一个困境 就是这种攻击性的行为 它也可能引发对方的反击 那在这个没完没了的 互相攻击反击 攻击反击中 那件事情本身 是真的能解决吗 所以我们好像 陷在了这样的困境里面 我也想把这一点带出来 就是攻击 能不能换回事情的解决 还是它陷入了战争 你讲这个点 我的一个反应就是说 因为你看刚才婷婷是讲 她是要被逼到一个 真的是被逼到发疯 她才会那么做 那另一种可能就是 也许我不需要逼到发疯 我可以在发疯之前 我可以在离发疯还早的时候 我就有意识地去 像是用一种装出来的发疯 就是有策略性地使用这种情绪 对吧 这个时候的愤怒 就是一种工具性的愤怒 但是梁一提出的点 其实就是说 这个工具性的愤怒 你怎么去用它 或者说你用它 会不会真的管用 而我的一个想法就是 这其实引出一个 很有趣的话题就是 我们是否有足够多的教育 或者是经验去 像是去练习这种工具性的 这种愤怒的使用 比如说你说 你要去拿这个音箱 去兑轰这大妈什么的 比如如果你是一个 对这个事情 比较欠考虑的一个人 如果你没有考虑过 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或者你没有考虑过 这个事情 我怎么提升它的成功率 你只是很直觉地觉得 OK我就去兑轰你 然后就 对吧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你的行为 就会带来一个不够理想的结果 但我的点就是 假设啊 比如说 这个小伙子 他不是第一次去做这事 他可能以前经常做 各种各样类似的事 他非常的知道 怎么去把握这个当中的度 以及别人有什么反应 他要怎么说 因为我没有看那个具体视频 但是我的脑补是 当别人来提出抗议的时候 他可能 有他 他也许他自己有些方面的处理 可能是 比如他是用更调侃的 或者刺激性的语言 而不是说 我只是来make a point 就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这种工具性的 这种愤怒的使用 因为我们平时在生活中 很少有机会去实践 去练习 我们不熟 所以一旦我们用出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 要么是用过火 要么就是 就是火候不足 反噬 我觉得你讲的 有好几个不同的层次 而且你讲完 我就想到 我当时其实有一点工具性的 在使用这个 因为我知道 我可能只有用这个策略 我才能得到这个公平 但是另一个方面 还在于你怎么发疯 就是因为不同的发疯 所谓的发疯 有不同的版本 比如我当时就没有针对 那个店员 我就说 因为那个老板很聪明 他在摄像头后头 就他是打电话 遥控这个店员的 所以我说 我没有在针对你 我说我知道 你就是在这工作的打工 因为他也在强调 他是打工的 但是我就一直在说 你们这就是不公平 你们就是欺诈消费者 你们就是让我在承担 因为他当时说 要就叫我打车回去 拿茶叶给他才可以 怎么我就心想 那我已经被你骗了 我为什么还要打一个车回去 再把茶叶带过来 才就是得到 我要的这个赔偿和公平等等 总而言之 我们就在这样一个 小的这个细节上 但是我会认为是 他们故意 就他们有那个 真诚的道歉的心 就因为我就一直在强调 我说如果我是你 我一被发现 我立马跟人道歉 而且我甚至连货我都不要 我要把钱退给别人 就他那个发心 本来就是一个在 他就想骗你钱嘛 说白了嘛 就是想骗游客的钱 只做这一单生意 所以我就一直在强调 你们这样做是错的 我没有任何责任 为你们的错误来承担 你们就该现在把钱给我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在沟通这个 这样的一个细节 那刚才讲那个对哄的部分 我觉得为什么说 有好几个不同的层面 一个也是跟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怎么承担这个责任 和我们有没有这个同理心 还是我只是为了 你讲了我们没有训练之后 为了去攻击而攻击 或者是为了发现 我们别的地方的愤怒 而这么去做 就好像我是听到 他其实有不同的这个层次和层面 也涉及到今天讲那个攻击性 我们如何表达 怎么表达以及他后面的这个机制 是怎么样的 我的一个猜测 Steve讲到工具性 然后两亿说到有效性 那我们有没有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 攻击性的表达 因为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你们我想听你们各自的这个观感如何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没看过那个视频 就一个跨性别的活动家 在好像是联合国的一个大会上 他有两分钟的发言时间 然后他就拿起话筒之后 他就说我要用这两分钟让你们听到 你们一直听不到的我心中的痛苦 就或者是大部分跨性别 就他们的声音不被听到嘛 他说我要让你们听到我们的痛苦 然后就开始尖叫 就对着话筒尖叫 叫了两分钟 牛逼 然后当然就是全网页 很多人骂他呀 就说你在干嘛 然后或者是 对于我来说 从艺术性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行为艺术做得很好 是的 其实我就刚才把你们说的串起来 你没有 我突然意识到这么一个事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 表达攻击性和表达人身攻击是画等号的 就是攻击性就是要攻击这个人 但是刚才婷婷讲的是 你在攻击 但你没有攻击这个人 包括那个Jazz讲的这个就是尖叫 我没有说你们下面都是一帮腐败的政客 而我是在尖叫 但这个尖叫 我并没有针对下面的人 对吧 因为如果你在攻击的时候 你是在针对对方这个人的话 那其实你是在告诉对方 我在攻击的同时 我是完全不顾及交战原则 我是完全不会在乎你作为一个人 你的感受跟情感的 那其实另外任何一个人 当他被攻击的时候 如果他看到这个人只是很生气 相比如果那个人不光生气 他还对自己有侮辱 对吧 对你的人格尊严进行攻击的话 那可能他的那个心态也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因为我前面最开始 我跟Jazz也在讲 我们之前就是办婚礼之后 有些后续的事情 有些扯皮啊什么的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争论非常非常激烈 但是我们在争论的过程中 哪怕是很细的时候 我们都在说 我们现在说所有这些 不是针对你 因为我们知道你也是只是个打工人 我们也完全没有任何想要 就是针对你攻击你那个意思 但是这个事我们真的忍不了 就讲很多 我觉得就是这个当中 是不是可以有这么一个 像是一个公式或者一个原则 就是怎么表达攻击 就是你可以尽情地表达攻击 但是不要伤害 就是不要攻击人 不要对人去进行人格攻击 人格攻击和攻击性 其实不完全一样 甚至说这两个东西 应该完全地区分开来 不然的话 就因为人格攻击 其实是不具有攻击性的 它一定会让矛盾升级 一定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攻击人这部分 它是没有内容的 就是如果你说攻击性 是我们在谈这个事情 那你攻击性代表的是 那个进取的程度 不要藏着掖着 对 更直接的 我想要到多少 我就把它100%的给收出来 让跟你去商量 就不要往后退 不要妥协的那个部分 而不是 就对人的攻击 是对人的否定 那跟那个事情完全没关系 那两个部分 没错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 就是那个攻击性 其实是一个情绪的程度的描述 对吧 但是这个恰恰是我前面说的 关于这个语言的 我的一种挫败 因为当我说攻击的时候 它是在暗示 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行为 就好像暗示了攻击性 就一定要是人身攻击 但是我没有考虑过攻击性 可以是一个不针对人 或者说没有具体对象的一个强烈的表达 但是这者 你懂我意思吗 就这个概念 我觉得在生活中是非常缺失的 所以很多人才是一说立马就开始 就是问候别人家里人啊这样的 对 对 这在我看来就没有交互性了嘛 那我再补充一点 是因为我们在互联网目前的世界里面 这个图景变得更加复杂了 像婷婷刚才所说的那个维权的场景 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音乐对轰的场景 它还附带了一层就是社交媒体的东西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这个语境下 攻击性行为有的时候 它是它不在乎对方怎么想 是因为有一个观众的存在 就是它那个攻击更加多的 就是比如在我举的那个案例里面 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个视频 对 几十万的上百万的观看 它有表演性其实 它有表演性在里面 而这种表演性 它的悲剧 其中一个我觉得很悲哀的地方是 它跟真正跟那个大妈的群体 就没有了交互 是或者说它最初的目的就不设定在 我要跟这群大妈去做真正意义上的沟通 是的 它拍这个东西 它就是想拍给大家看 你看他们就是 就是坏人老了的那个剧本 然后我呢就是替天行道去 替大家出这口恶气 这个平时大家都不敢对这群大妈怎么样 我就是那个英雄 我拿着这个外放去跟他们对轰 然后我就很爽 而它那个爽是建立在 不是要解决这个矛盾的基础上的 甚至可能会 但是这个又是我们现在很现实的 一个互联网的环境 就是你被殴打了 或者说你被互联网上被骂了 不是因为他真的过来要骂你 而是他透过骂你让另一群人爽 这个图景就更复杂了 那个人就是类似于被避风的婷婷 就是你看不到他前面 很多次跟大妈的沟通 有可能 有可能 对 这各种各种各种情况我觉得都有吧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在谈单一案例吗 对 所以确实我就是说 这个图景变得更复杂了 但同时你讲那个层面 答案也是有的了 对 我觉得刚才梁一书这个 我觉得点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 就是对于公进的示范 其实以前我们可能看家里人 对吧 是怎么表达 现在我觉得我们更多看就是社交媒体 包括比如说年轻一代 比如说00后10后 他们成长的过程中 可能看了很多很多 在互联网上面看到的各种 撕逼吵架 各种打架兜的那种视频 然后这些其实会成为它的一个范本 就是当你想要make a point 当你想要被重视 当你想要被看见 或者想要 包括你要维权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然后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这种 我觉得还蛮可怕的 因为它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糟的示范 因为大多数的示范 都一定带着很多的人身攻击 因为这个对于传播来说是更爽的 对吧 我一顿骂你 我怎么怎么样 你妈或者怎么样 就是这个这种是很激起情绪的反应的 而强烈情绪也促进传播 那更多的人看到 这就是一个自我复制的循环了 是 这里面非常糟糕 Steve说你说你从你爸那儿洗的那种烦躁 我这样回想了一下 我现在因为跟老公是用英文吵架 我英文肯定不是从原生家庭洗的 就是我的那种吵架方式 就是那种有点像 那个rapper叫什么来着 他不是有首歌 就是吵架的那个 Candry Lamar是吗 对对对 他俩吵架那首歌有一个新专辑里面那个 那很经典 我觉得我没有直接从那儿洗的 但是我现在想到我吵架的样子 其实就跟那个有点像 所以就是肯定是会受影视作品 文艺作品的影响的 所以反过来说 我们其实没有特别多更正面的例子 这样正面的榜样模范去示范 怎么样去释放攻击性 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其实是前面梁毅提到的 我特别想因为我们这路也录好一阵了 我特别怕最后没时间讨论 但是就是我想讨论 我们如果站在被攻击的那一方的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都是我们怎么攻击别人 但是之前梁毅讲到的对吧 就是 你是否 我们在讨论攻击性健康的释放 我们愿不愿意被别人攻击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所以当你们是那个receiving end 你们是那个接受方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Steve你应该是最大的接受方法 因为你有最多的互联网粉丝或者黑粉 我们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给大家提供一下 这个案例 因为我是被网爆过的 就我有被挂过的经验 就是我其实那个时候的感觉是 但是你看我现在回想 我跟其他的人对比 其实真的是我的理智在帮我 就是我当时被网爆 有一段就是那个 其实我都不知道 是别人告诉我的 因为我不太上 所以我现在其实没有在用微博了 就是有一个小号偶尔上去 但是之前出现的时候 就不说细节 就说后头那个感觉 我其实一个是正 我现在回想是震惊 但是我迅速的就在想解决方案 然后我马上 我要是没记错 应该是买微博会员 你就可以把那个私信给卡掉 还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就用了一个方法 就让那些私信 就不认识我的人 是没有办法再给我发私信了 所以我就只能看到 at我的人 或者是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 那个时候是一个 但是我曾经在 可能一天左右的时间 一两天 其实是感觉到某一种恐惧不安的 我其实感觉到 现在再回想 其实那是一个 有点创伤的反应 就是你突然 就像刚才谁说的 在大街上突然被人推了 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就突然 这个被攻击了 然后被涌进来了 然后 但到后来 我现在 而且我现在也是觉得在 反正我微博也 平时我微博就用的很少 所以其实对我的伤害 并没有那么的 就那个直接的反应 并没有那么强 因为我本来就不怎么用 只是后来发现 哦 就是可能就是被攻击了 或者怎么回事 所以我觉得 我可能就像刚才讲 还是 当然很难受 而且你会发现在互联网上被攻击 你只是没处说理的 因为你说不明白 我当时有朋友尝试 不管是MVC还是什么 真的是跟对方对话 但是我后来感觉到 我是不会做这件事 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 我要是做这个 对我来说是徒劳 就是如果真正来攻击你的人 你会觉得有多少个 真的很想跟你讲理吗 或者是 就我其实当时的方法 我就是把这些信息割掉 我不去看 我不去听 我也不接受 但是我可能会在我的朋友圈里 发一些我想表达的东西 去影响那些 我想影响的人 但是我不一定会去微博 因为当时我 反正有朋友有不同的建议 有一些别的朋友 他们甚至想做更极端的 更激烈的 这种反击的方式 但是我反正当时 也是因为我很忙 我没有时间去弄这些 我就觉得 就选了刚才说的这种 回避隔绝掉这些信息 刚才前面 梁毅说过一个词 我觉得让我印象很深 就是说到交互性 因为你说如果人身攻击的时候 就是没有交互性的 所以我觉得 因为以前我有被网报的经历 然后我发现 不管是被网报 还是被生活中 遇到他人的攻击性 好像这是一个 也许是大家可以参考的一个 像是一个维度 或者一个原则 就是这种攻击 它当中是否包含交互 或者互动的意图 比如说网报你的人 也许有些网报人 是真的想跟你聊 但是大多数网报人 他没有兴趣跟你聊 他 他其实是把你当作一个 投射情绪的垃圾桶 甚至你主动跟他交流 他都不会想要回复你 因为我之前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比如说 OK有声音 发信息 我会跟他发私信 我说咱们聊聊 你是怎么觉得我是这样的 然后在极少数的经验里 当我真的得到回复之后 对方会道歉 他会说不好意思 我其实就是怎么着 我自己不开心 我拿一张出息桶 但大多数人是不会回复的 我在想在生活中 如果看到别人的攻击性 可能也是可以先看一看 这个人的攻击 他是否包含了一种 跟你互动 跟你交互的一种意图 有些人真的就是想 让你注意到他 但也有些人就是 他就是来搞你的 他就是故意要来伤害你 他并没有兴趣 跟你产生任何的互动 这个时候可能 你的反应方式就可以不一样 对于有交互性的人 那就可能就是 尽可能创造那样一个 对吧 一个交互的氛围 好你吵就吵 那行吧 你吵的同时 你吼我我的同时 你同时也跟我讲讲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到底拿来做的不好 但另外一些人就是 他只是想对你 进行攻击侮辱 像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种 比如说网上那些视频 比如说高铁上 坐错了座位了 他就是不坏 他就是一顿各种骂 各种无理取闹 那这种的话 可能就只能报警 诉诸法律 用更强力的手段去处理 但是你个人 你在这个当中 投入很多实验经历 其实最后不会有结果 因为那不是一个 有交互意图的一个场景 是 互联网明显的 让这个交互变得更困难 更更随意了嘛 所以让很多的暴力 你都无计可循 甚至你要去做连接的 那个难度会非常非常高 我非常非常认同 Steve所说的 我觉得在婷婷刚才遇到 那个场景里面 主动隔绝 是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尤其是你的情绪 已经濒临崩溃的时候 自己身心已经 附和不了的时候 那自我照顾 自我关怀 可能是一个首要的需求 那在这个需求下 其实你不跟他沟通 这个世界也不会损失什么 对吧 在退一万步来讲 那我们做自我关怀 跟照顾 那另一种就是 如果你有余力 如果你觉得 就是能跟他聊一聊 那对方也真的愿意 跟你聊一聊 那就是有交互性的部分 那就会 那个攻击可能 就是一块敲门砖而已 对 那就是另一个完全 完全不同的情况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对被攻击的那种恐惧 是来自于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怕被攻击 因为今天 比如今天的 我不会觉得别人攻击 我这件事有那么的可怕 因为很多时候 我会知道 那种攻击背后带着 他想要表达一些东西 就像比如在来访者那里 来访者对我表达愤怒 我总是会说 这是好事情 你终于告诉我 你在乎什么了 当你这样去看 攻击行为的时候 它其实也会降低 你自己的那种情绪反应 对吧 如果你觉得 所有的攻击行为 都是要来伤害你 而不是说 至少有一部分的攻击行为 其实是 想要有一些互动 想要有一些 一直未能发生的 一些交互的话 我觉得可能这个 因为很多人被攻击的 他的点就在于 他自己会很恐惧 对对对 会 然后人在恐惧的时候 要么就是 对吧 战或僵或逃 更多时候 我们是僵或逃 但是也有些时候 我们一下被激发 然后我们也骂回去 你骂他怎么着 然后就 你知道 然后这就会有矛盾升级 但是那也是因为 你自己非常恐惧 对 我觉得你提了一个 非常好的点 对 我来说 就是因为 前面Steve提到说 很多人 尤其是女生 没有练习 学习过 表达攻击性的 或者表达愤怒的 这样一些机会 就没有 失得 这个技能 其实你 接受别人的攻击性 也是可以练习 和学习的技能 我就是想做这个 耶 隔空机长 隔空机长 对 继续过 对 所以就是当你有 这个技能的时候 可能也 我就 刚才你们问我是 怎么吸得的吗 我后来回想了一下 我觉得就是 我首先有技能 我的老师 他教了一个课 叫untriggered 就是很多人 他就知道攻击性 会被triggered嘛 然后他教的一个 整个技能 就叫untriggered 就所以你是可以 从一个trigger状态 学到怎么样 untriggered 比如说 当一个人 攻击性来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你 如果练习了 和气道 和气道就是一个 泄力的过程 他的力过来了 你不仅可以 把他的力泄掉 你还可以保护自己 也可以保护他 保护对方 然后如果有这么一套 不是说 不仅是physical的 肢体上的和气道 你在沟通能力上 你也有一套 和气道的话 别人来攻击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 人家的力泄掉 怎么泄 举个小例子 就是当一个人 他的攻击性 过来的时候 他其实除了 他的语言 他和肢体 他有很强的 那种扑面而来的能量 然后你 他其实很想要 底层很想要做的是 他的那个能量 被看见 被接住 然后很好的 一个被接住的方式 就是你的能量 也match到他的能量 就比如说 有一个人 他很攻击的 他过来说一对话 你如果在这 MVC他 你说哦 我听到了原来你是说这个 他可能有一种 就像Steve说的 一拳打在棉花上 不得劲的那种感觉 但如果你 回应他的时候 你也不要怕 你说 哇 你居然是这样想的 然后 你一下子跟他的那个 那个攻击性的 那个气场 先match上去 然后 他一下子就觉得 棋逢对手了 首先他不会觉得说 一定要吵 因为你没有跟他吵 你只是跟他的能量match上去了 然后同时你就可以开始 实行你的S大法 就是dome 你就会开始 不断地去问他问题 你不断地才把注意力 放在他身上 然后 这样子你 你的 他的攻击落不到你身上来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让我想到了一个 在武术里面的训练 或者在拳击里面的训练 是因为很多人在 面对对方出拳的时候 其实是会闭上眼睛 或者是别过头去 这个是一种 近乎于本能的反应 但是有一种训练就是 教练会说 你不要闭上眼睛 先看着 就几乎有点像 强行去练习 说在对方尝试攻击你的时候 你睁大眼睛去 去看那个攻击 然后那个害怕的感觉 或者说那种 我要退掉 或者我要泄掉那股气的 那个本能就会被改变 所以我有一点点想到 就是说 我们其实如何迎面 直面那个对方的攻击 是需要受到一些训练 或者说培育的 对 这个部分是可以练习的 但这个是只是在肢体上了 但隐喻到的就是 其实任何类型的 或许都是这样的 就是当对方一句话过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就是刚才那个 Jazz所说的 我的气势上 或者说我的能量上 能够match 比较到对方的 那个部分 那我再加入一个部分 就是我会觉得 群体性的部分 也是有一个部分 就是我有种猜想 就是我们如此害怕被攻击 如果是的话 其中有一个部分 是因为孤独 就是认为 我在被攻击了以后 是没有人支持我的 可能会没有人 愿意帮我的 可能我只孤军奋战 我就是只有一个人 甚至我周围的人 会被那个攻击我的人 带过去 加入那个攻击我的行列 就这个想象 其实我在 我在跟某些来访者 或者是某些人 做深度连接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 越是孤独的人 越害怕进入刚才的那个境况 就是没有托底啊 就没有身边站着一群人 或者是没有身边 跟一些人 有深度连接的这种 这种信任感 所以我觉得社会连接 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 化解暴力 或者说化解氯气 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就在这里 就是我们要建立 更多的connection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 我在被攻击的时候 其实我有被抱持的 我有更多的社会连接 作为我的托底的部分 我可以勇敢地去跟那个 就不只是逃开 或者是用更尖锐的 觉得对方是在戳我刀子 所以我就要戳对他刀子 就是一个人看起来 有多攻击性 有多尖锐 就是浑身是刺 恰恰是寓意着 或者说预示着 他很感到孤独 对 你刚才说到 那个 因为你说拳击的练习 我就安利一下 我接下来 我们会做的一个事 因为就是exactly这个事情 就是接下来 我因为主要是C总 我伴侣 就是他其实一直在 过去的半年 一直在练拳击 我们接下来会在上海 做这么一个线下的一个 很有趣的实验性的项目 其实就是把拳击和 我们现在定义的人群 是抑郁吧 但不是抑郁症 是抑郁情绪 如果一个人感到抑郁的话 我们想要试着 让他通过拳击的训练 来做些情绪的调节 当然也做一些 这种群体的这种支持 因为这当中有一个假设 其实就是说 至少有一些人 当他感到抑郁 或者不开心 不如意的时候 其实就是因为 他自己的力量 跟那种表达自己需求 那个部分是被禁锢的 是被锁住的 但是通过拳击 这样一个练习 他能够去更适应 更熟悉 表达自己需求 以及和别人 就像刚才Jazz说的 一个能量过来 你要用同等的能量 去回应 对吧 但是你怎么 你怎么调动你自己 那个同等的能量 去回应 有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需要练习的过程 因为有很多人 在生活当中 他可能 他的那个能量 已经被长期的 就是通过长期的 这种塑造 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弱了 所以他在生活中 当他需要 比较坚定的表达自己 带着力量去 坚决的说一些话的时候 他可能没法这么做 所以我们的假设就是说 如果能通过拳击的 这个过程 因为你知道就是全台上 就是你如果不狠狠地 打你的对手 是对他的不尊重 对吧 就这个规则之下 有力量是对的 是正确的 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 练习的方式 看看能不能让 至少有一些人 他可能这个方面 比较有缺失 或者比较不擅长 然后把他这个部分 给激发出来 从而改善他的情绪 改善他的人际关系 这个是我们接下去的一年 我们会在上海 试图去看能不能做起来 也看看大家会不会 对这个事情有反应 对对对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我之前在梨花女子大学 好多年前参加过一个 反性骚扰的项目program 他怎么训练那些 就是培训 就是让我们去练拳击 是吗 我们是先练了 可能半个小时的这种 就打打打 然后真的有一个志愿者 穿着防护服上来 扮演骚扰犯 然后我们所有的女生 上去攻击他 我是那个第一个举手 报名的 我就会觉得这个非常好的 释放你的工具性和那个力量 因为其实性骚扰的研究 也在说明骚扰的人 他其实是看人下菜碟的 所以如果你展示出很强的力量 你其实不一定会被骚扰 甚至是像刚才Jazz讲 当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能量 不仅是抵抗抑郁 也抵抗刚才最开始 良意讲的 那个女性主义者 感觉到的那种被欺负啊 或者是不公平 同时我们的气场这样上来了之后 其实你也更好的可以面对人际 是 我自己觉得还有另一个很有用的 是自我关爱和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fully love yourself 我就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共情 自己好像也能够去处理 刚才讲的孤独 或者当攻击来的时候 其实我是害怕的 可能也是因为我觉得不够安全 但是如果你自身 我们叫内核很稳也好 或者是就自我其实足够有安全感的 其实可能也不会那么害怕 嗯 你说这个我跟 就是再补充一点 就是我觉得尤其对于男性来说 因为我的身份 包括我的这种工作当中关注 就是我觉得对男性的这种心理会比较留意 我觉得因为很多的关系中的暴力 或者是攻击行为 普遍都是来自男性 如果你在生活 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 比如听众们生活中 面对这样的男性 很有攻击性 很容易暴躁也好 发脾气 或者怎么也好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有一个原因 是在于他们自己 他们的眼中是没有那些受害者的痛苦的 他们看不到被他们攻击的人 是有多么的难受 有多么的难过 他们之所以看不到 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痛苦 跟脆弱的部分不被看见 所以他们压根就没有意识 这一个部分是存在的 以及这个部分是 你需要去考虑的 因为很多很具有攻击性的男性 可能你会发现一个很经典的成长轨迹 就是他小时候被自己 被自己的老爸 或者是身边的同龄人给虐待 并且告诉他 你如果哭 你就是个怂祸 所以你永远不可能展现脆弱 永远不可能承认自己受伤了 那么他时间久了之后 他自己对他这个脆弱受伤的部分 就越来越麻木 自我的麻木 对他人的麻木 所以当以后他去攻击别人的时候 他是完全不会去考虑后果 因为他压根看不到 他说一个话 做一个事 别人会伤到别人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有希望的部分 就是如果一个人能看到 他是有可能伤到别人的 他的那个本性当中的那种共情 跟那种怜悯 和那种悔恨之心 是会被激活的 从而他是能够更好的 就是去抑制他的攻击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因为怎么说 比如说互联网舆论 有很多人会认为要以暴制暴 有些情况下可能是这样 但是在更亲密的关系里 在更日常的场景里 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如果用暴力对待他 这不能让他更有共情 更考虑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所以还是得用 可能是那个更关怀的层面 去处理这个问题 是 我最近在接受一个 做青少年生命力复原工作的 媒体的采访的时候 也是这样说的 我就说 我们现在经常说的 孩子跟自己原生家庭里面的关系 觉得父母有很多 不可思议的一厢情愿 这个怎么去解决 我说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站在我是非暴力沟通的角度 我是从父母怎么样 首先的感知到自己的感受 开始去做工作的 如果我们是站在 就是那种以暴制暴的角度的话 那父母会越来越滑向 一个无法感知的状态 其实无助于这个结构的破解 也无助于他生命的福祉 但反过来 如果他自己的生命 有打开 有感知到 他的生命力有复原 成为一个人 就是我们所说的人 就是有血有肉的 有感知的 有同理心的人 的这个状态 他意识到自己在过去 有多少生活的选择 其实是充满委屈的 充满怨恨的 充满愤怒的 的这个自己的时候 他才会恢复到 那个刚才我们所说的 可以感知到 原来我这些行为 会给孩子带来一些难堪 痛苦或者是压迫 他自己都感知不到 自己对自己的压迫 他怎么可能感知到 自己对别人的压迫呢 所以这个相通的 我觉得事情到最后 一定都是相通的 所以对 就是从恢复生命力的角度来讲 就是如果这种攻击性 是一种异化的方式 这种相互之间压迫的方式 是一个异化的方式 我们怎么恢复到 那个非压迫的方式 反压迫的方式 就是恢复生命力的过程 在我看来 特别棒 我的生命力告诉我 我有点累了 累了 对 我们这里聊挺久了 对 聊挺久了 差不多可以到这 但是就 我是觉得这个讨论很棒 而且其实我觉得 有很多话题 我今天记了好多笔记 然后就都还没有展开 但是也许我们 这次节目发出去 看看大家的反馈如何 觉得这有没有意思 然后我们就 对 之后可以再 也许再做一期 再更多的聊一聊 远桌讨论 对 因为像梁易最开始说的 这种话题 确实平时好难聊到 对 没有人聊 但是 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为什么会 对 没有触碰到 我就特别 特别觉得重要 核心的一个话题 对 我本人 我2024的年度 关键词就是containment 我是因为我自己 有很多的 刚才说了 我有时候爆发出来 也是会很悔恨的 然后我也想要更多的 学习这种containment 然后我的家族 也跟几位分享 就在这里不多说了 也会有这种 就是很触发我去学习 更多的 untrigger和containment的 就容器 然后反刺激的 这些东西 所以我 接下来的一年 我觉得也会 有更多 在这个议题上的探索 也想要跟你们交流 好的 期待期待 我跟大家聊 我也觉得很期待 尤其是学习 怎么做一个 主婆和婆 我的年度关键词 是连结 就是跟大家聊 我觉得 有好多的启发 尤其是在 像梁一讲 这个环境下 我觉得能 又有交互性 又有共情 又有反思的 谈论一个 其实平时 不会深入 谈论的一题 挺珍贵的 太好了 那都说关键词了 那这么来说 我的关键词 可能是 可能是带动吧 我想更多的 带动大家 身边的人 能够去做一些事情 在经历了很多的 无奈跟无力之后 我觉得 怎么说呢 想为 我能接触到 触碰到的人 做一些这样的 一种激励 鼓励 一种 包括给他们 创造机会空间 去带动大家 去做一些事情 特别希望 你们的拳馆 能开到广州 这个就需要 大家多多支持了 这个如果大家要关注 就是我微博 公众号什么的 然后那些信息 都会发布的 真的欢迎大家来玩 包括以后你们 如果有机会来上海的话 能我们一起来玩一玩 看看是怎么样的 现在就还没有 开始正式的运营 我们最近在 内测 封闭测试当中 等它这个东西 打造好了的话 我觉得会跟大家 讲更多的信息 非常好 太棒了 梁亦 我可以借你的平台 打个广告吗 Go on Please go on 对 因为我们今天 既然说到这一个女孩 很多人都没有机会 去练习 表达愤怒 和接受这些东西 我刚好有一个 女性的群 叫子宫力 这里面我们有 专门的方式去 就很具体的烹饪 愤怒烹饪 其他各种负能量 的一些方法 就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 天才女巫的羞耻 Play 或者是我的微博 Jazz禁书 然后应该回复子宫 就可以找到这个入口 那我也宣传一下 我的公众号 就是我的公众号 叫停说心理 就是TING 停表示在听 也表示停 也是我的名字的一个字 就如果感兴趣的伙伴 可以继续保持联系 因为我之后也会在公号上 有一些小的活动 好的 最欢迎大家关注 梁亦的公众号 因为梁亦做非暴力沟通 培训很多年 我也有身边的听众 包括来访者跟我讲说 参加他的课程 非常的有收获 所以也欢迎大家 多多关注梁亦的 有点梁亦 对 谢谢 谢谢Steve 对 你刚才攻击了我 所以我今晚要回报你一下 那边在 你们那边打完拳 然后欢迎来我这边 觉得中途了解 或者是跟别人连接 这个是真的 就是说我们怎么处理 跟自己的关系 同时也要找到 跟别人对话 跟同力的这个角度 跟方式 因为我们也要跟这个世界相处 而今天我们谈的这些 其实都在这个范围内 所以是 好 特别棒 对 希望我们有下一次 我很期待我们有下一次 好的 好的 收官 谢谢大家 谢谢听众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